就在半月前 我临危受命 坐上了孕仙宗的掌门之位 这半月以来 除了辨认徒子徒孙 就是接受其他宗门的道合 好不容易倾斜的下来 正好外面已是艳阳高涨 鸟语花香 让人神清气爽 这么好的天气 怎么能不去找强哥玩玩呢 也只有看到他们 我才能感觉到无比的放松 十九年了 咱们三个物种 一人一牛一猫相依为命 我本想在宗门找个美女 专职给强哥喂咬 不但能少许岳目 还能促进消化 毕竟我现在怎么说 也是一宗之主 还放着牛 有点不太合适 就在我躺在草坪上 享受着惬意的阳光 回想着当上掌门的 这段时间的时候 一个徒孙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 都说 一定是又有宗门差人 前来道贺了 我用力咬了咬嘴里的叶子 不耐烦地答应着 然后随意吸了口气 将嘴里的叶子 往旁边的树上扒去 走 看到了吧 叶子深深地插进了树干里 不得不说 咱这宗门还是挺有范的 总之 接客去 这宗门二师兄生怕我实力低微 有了宗门的两面 刚坐下就火急火燎地 跟我讲解了起来 原来这次来的是 林霄宗最擅长换术 这次带队的是 林霄宗的得意弟子柳如氏 我信心十足地打断了 二师兄的话 交给我 这二师兄还不放心 正准备说话就又被我打断了 我懂 不说话装高手吗 手道擎来 安了安了 随即我们摆好架势 二师兄就开始 宣灵霄宗上殿 大便门开了 一个十八岁 中度冰天的少年 优雅地出了进来 但是我小知数还写起了正法 显然是有非而来 不过这种小动作 哪能逃过我的眼睛 柳如氏站定 便向我表达来意 嘴上说这是来道贺的 在我看是来踢馆的吧 不过 看着这沉甸甸的贺里 倒是有些精良 我没有说话 脸上挂着一抹微笑 自信地盯着他 这小子看我半天都不开口 心里泛起嘀咕来 突然我眼神一变 用一副看破不说破的表情 默默盯着他 这小子被我这一下 吓得不轻 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 互相看着 想到还在我运先踪的地盘上 赶紧抱拳请辞 这么尴尬的局面 我也不想挽留 赶紧送走柳如氏 长长地输了一勁气 就在这时 我这二徒孙突然头疼了起来 我赶紧假装关心他 手扶着他的肩膀 给他压制幻术 带来的副作用 终于送走了最后一波 我这傻二徒孙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开始头不疼的 我也该去休息休息 想想该怎么应付天前大会了 不过比赛前吃丹药 应该不算作弊吧 练单曲 这里是奉天城 专为各个宗门 参加天前大会设立的落脚 一 宫 柳如氏离开了运先宗 就遇到了太医宫的 营销中会 见柳如氏回来 一位花容月帽的长腿美女 可以上前询问得起 这位美女便是柳如氏的命运 柳如氏见封门核心人员都在 便想起来在运先出的经历 说到自己使用换术的部分 讲得格外仔细 对我的实力 那是更给夸赞你 不过总有那么一些实力低微 自大又不怕死的人 出来抢风 因为柳如氏看不透我的实力 引格林萧宗中人 人顿不乱猜测 不过柳一白 似乎对我运先宗 有什么误解 上次的天前大会 第一名的林萧宗 为了保持 要像我觉得 到底第一个运先宗看起来 不过管他们 他们爱不得 还是该试试 该做 生活就要这么惬意 掌门也能守护我 就连我的吃货大徒孙 都对我的手艺 暂不接口 离天前大会没多少时 我便向大徒孙 询问起了相关事件 原来在百年前 兴起了修炼袍 不少宗门也随着影响 也正是因此 此处几家人 甚至有些宗门 修炼袍 时间一长 朝廷踏之乱子 只允许天地学 三个等级的宗门 而天前大会 就是许大地阶宗门 地阶上三门 就可以与天前宗门竞争 一会去更多的宗门 为了方便朝廷 把你各个宗门 变成立的寻宗 实际就是朝廷的护士 那些里面的都是当初高 听到这里 不如的郁闷了起来 我们这种三流宗门 都是吃别人生产 若这次保护住排名 十年后 就得原地解散 并且还没听说 哪个宗门被提出去了 还能回来 现在咱们运仙宗的弟子 大多是地煞之体 也就是刚入我们的城堂 而其他宗门 各个都是天煞之体 这怎么比 而且各派找人 都不允许参加 只能使门内弟子切瘦 这胖子倒是想得开 把什么事都推丢 宗门没了 还想约我去开车 连宗门大师兄 都想退路 难了 这怎么行 总不能让孕仙宗 在我的手里起散吧 那我这个主角 以后还真的在动漫见混 不管了 司马当作活马一 胖子 是要不算作弊吧 胖子一脸鄙视地看着我 吃丹药也是修炼的一种 无算作异 关键是咱们得有丹药吃才行 没事 有你们万能的找人在 就开始 嘻嘻 此处是运仙宗的炼丹坊 最早是吴三有长老掌管的地方 如今他也跟着众人失踪了 这里便冷落了下来 只有吴长老的关门弟子思思 还坚持守在这里 我准备在天前大会前 炼这些丹药 给徒子徒孙们 提上一下实力 就在这时 思思叫住了我 原来他发现我这材料里 有蓝蛇花 不过师傅跟我说 这玩意儿是大 从小就给我吃这些材料 炼成的丹药 也没发现有什么异常 无非就是吃了厚肚子痛 拉拉肚子 我当时还以为是须不受补 不管那么多了 想的再多 不如亲自试验一下 先炼出来炼书 我把药材一股脑儿的 全都倒进了炼丹肚 三处相后 丹药有 我赤手空拳 将千度不复复的丹药 拿了出来 这一举动 把思思给吓得不轻 毕竟他师傅 也不敢这样去 拿出丹药 我仔细瞅了一眼 还行 跟以前的一模一样 赶紧自己尝了一颗 试试功效 问 果然是一样的配方 一样的味道 诺 要不要来一颗 思思看着这玩意儿 像便秘的巴巴 吓得连连海手 就在这时 一个熟悉的声音 赫然出现在门头 绝儿 小书组有身体瞪眼丸给你 绝儿凑近我的手 使劲端详着 我手里像巴巴的东西 然后拿到手里 一脸嫌弃地问我 小书组 这是你便秘时的产物吧 不但软绵绵 还臭轰轰的 这都没有成型了 这个哪里像丹药啊 我听闻赶紧抢过丹药 凡事不要只看外人了 来书组给你二次加工一下 我把丹药放在手里 使劲揉捏了一会 来 加强版身腿瞪眼丸 出门旅行 居家必备人了 丹药还能这么做的 全儿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就在我和全儿 僵持不下的时候 一只胖手 以蓄眉不及掩耳之势 从我手里拿走了 身腿瞪眼瞒 二话不说 就丢进嘴 对丹药的口感 还赞不绝口 这刻把全儿 吓得不激 大师兄看到全儿 这副表情 对他说道 不就吃了你一颗糖豆 至于这样吗 全儿则是怕我炼得 丹药有毒 立马就按着大师兄 在嘴里扣了起来 大师兄还以为全儿 是因为自己 抢他的糖豆鸡 吓得赶紧后退了几米 我乐呵呵地问大师兄 小七 怎么样 有没有神清气爽的感觉 就在这时 冲刺的速度 向茅房跑去 这速度放到现在 绝对是没人能破的结果 看到全儿的表情 我赶紧让他别紧张 我给小七吃的是补品 他拉肚子 应该是吃了 别的不干净的东西 茅房里的小七 都不痛 记住了 猛然间 一道冲击波冲天而起 我和全儿看到这一幕 赶紧向茅房跑去 就在刚刚 大师兄小七 吃了我炼制的丹药 突然不同男人 二话不说 就有白米冲刺的速度 丢进了茅房 我和全儿 正准备追上去 一道光柱 从茅房冲天而起 静止不明消 小七神经气爽地走了不来 全身笼罩着金光 仿佛整个人 得到了生还 见我追了过来 激动地抓住我的手 说道 叔叔 我误了 你误误误了 但是你好像上完厕所 还没洗手 要是大家都能吃到这丹药 过清宗门 希望 我赶紧吩咐思思 再准备几十份药材 经过一天的炼制 第二天 我把大家召集了起来 全儿将我炼制的丹药 分发了下去 大家看着这喝不溜秋的药丸 试试怀疑 特别是思思 因为她知道 里面有一位毒药的城 但是想到大师兄 昨天吃了也没事 干脆就一口吞了下去 全儿看到宗门的门花 吃下了丹药 赶紧让他去茅房站立 思思虽然不紧 但还是乖乖地 按照全儿的吩咐去做 全儿望着思思的背影 默默地感觉 小师妹 师兄只能帮你到这里了 希望你能赶上 没过多久 吃了丹药的弟子们 股子就开始痛得起来 纷纷往茅房跑去 把茅房给包围了个水泄不容 全儿看着荒惯的师弟们 也是不忍之事 奈何茅房都无限 外面还有大量弟子 没有好处 这真是里面拉得昔滑的 外面哭得乌乌乌 突然一声巨响 茅房里竟然冲起了我的金光 还在茅房外的弟子 已经等活多时 感觉就要憋不住 就在这时 一道道金光 透过道袍分 这些金光竟然只冲天晴 再看时 浓郁的恶臭 遍布宗门各个角度 全儿默默地补补宗门 我的预想都很臭 此时正直令员年十五年 始成十无惨案 只是这惨案 只有我们资本自己能执行办 各位看官 如果是你怀里 抱着这样一个长腿美人 你们会干嘛 就在刚刚 正准备休息的我 收到一封师父 让尊哥带来的书信 没错 尊哥就是这只 陪了我十九年的小鸣 原来是师父让我上山 看来是想我的 我平时都会不宗门 城里也没几个人认识我的 为什么还让我乔装一番呢 管他的 师父自然有他的用意 老子说 我这身法不是盖的 虽然不能一步十万八千里 但是除开我师父 也是无人能比 这城墙上的两名守卫中 看不中用 我这样明目张胆地 他俩居然以为 只是个大铺棱鹅子 飞了过去 你俩才是大铺棱鹅子 你俩全家都是 终于出城了 用不了多久 就能到师父所在的 天眼洞 我正准备找个地方 脱去伪装 就在这时 不远处一阵响动 让我警惕了起来 我赶紧躲在树后 观察了起来 只见那人跟我一样 穿着夜行衣 估计也是一个 怕被认出来的主 看这方向 莫不是师父的朋友 不如跟上去看看 不得不说 这黑衣人 没跟多久 他就察觉到 后面有人在跟踪他 我赶紧躲了起来 以我这样的实力 都能察觉 有趣 真有趣 就在我在猜测 黑衣人身份的时候 一道近风 向他袭了过去 这黑衣人 赶紧向旁边闪开 紧接着 一只白色的大猫 出现在他面前 看这样子 后面更有趣了 这黑衣人 看清烟踏雪模样后 猛的一震 估计是没料到 这可爱的大白猫 会出现在这里 我坐在树枝上 淡定的吃着挂 烟踏雪也就长得威武 这黑衣人 应该能应付得了 没想到 这黑衣人 看到烟踏雪 转身就跑 这什么挂 打不过就跑吗 经过一番追逐 这黑衣人 显然实力不济 烟踏雪 跑的一跃 便挡在了他面前 传扶子一猫 向黑衣人袭去 这黑衣人 亮亮呛呛地躲开攻击 张嘴说道 小女只未寻人 无意冒犯 若执意要为难小女 那只能冒犯了 听到这话 我才发现 这黑衣人 原来是个女人 各位看官 动动手指点点赞 你们也能抱得美人归啊 就在刚刚 一个穿着夜行衣的神秘人 我本来打算 跟着看看热闹 是吃挂 哪知道对方 竟然是个女子 就在我在纠结 要不要英雄救美的时候 烟踏雪 我生震耳欲龙 这老小子 每次打架 都要吼两嗓子 皮又痒了吧 只见这黑衣女子 手持长剑 与烟踏雪 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决动 但是很快就显现出 双方实力的悬殊 女子的攻击 完全无法对烟踏雪 造成丝毫伤害 激烈的战斗中 女子手用的长剑 被烟踏雪击飞 人也被击退了数米 顿时陷入了危险之中 烟踏雪见女子 身受重伤 杀心断气 张开血盆大口 就向女子扑去 这女子见大势已去 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看来今晚要多管闲事了 我赶紧从树林 倒了下来 烟踏雪的攻击已至 顿时 只感觉烟踏雪所到之处 电闪雷鸣 飞沙走时 果然是不留于力啊 烟尘散去 烟踏雪看着面前 空空如也的地面 一脸猛逼 那当然是我在关键的时刻 挺身而出 英雄就美了 不得不说 这女子长得确实不赖 还一脸崇拜地看着我 我把女子安置在旁边 才发现她的脚腕处 渗出大片的鲜血 不过先解决烟踏雪要紧 我让她待在原处 不要乱动 可这女子似乎不相信我的实力 居然想让我逃走 我刚才就想 烟踏雪就向我扑了过来 估计是我乔装了一番 没有认出我来 我乐呵呵地问到烟踏雪 你小子不躲在翠湖 跑这里来干什么 你刚才准备 不咬我的烟踏雪 一听我的声音 瞬间就安静地 在我面前蹲坐了下来 一扭头 变成了一只可爱的小白猫 这美女见烟踏雪 在我面前如此温顺 一时尽不知如何是好 我缓步向她走去 抬起她受伤的脚 正准备给她的脚疗伤 没想到这一善意的举动 竟被她当作是登徒子 我勒个去 好心当作驴肝肺啊 经过我的一番解释 她才放下了戒备 不过不得不说 大家自行脑补 不过我这还要去找师傅 不能送她回家 正说着 这女子嘀咕了几句 好像是说 看了女子的腿就怎么的 我问她 就怎么 她又直直乌乌地不说 不过脸颊似乎泛起一抹红韵 我给她包扎好伤口 还帮她把鞋子穿好 我师傅都没这个待遇 然后换来烟踏许 送她回去 到这时 我才知道她是林肖宗的柳一白 嗯 交换姓名吗 那叫我理用吧 有缘自会再见 告别完 我继续往师傅的方向赶去 这个师傅想要传功给徒弟 竟要徒弟杀死自己 亲自取出内丹 听到师傅这样一说 吓得我赶紧跪到地上 师傅 你在寻我开心吗 没想到这老头还来劲吗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拿走我的内担 你便是天下第一 我一份甜蜜地站了起来 我才不稀罕狗屁第一 若不是你从小逼着我修炼 是更愿意当个普通人 下山去救人掌门 也是你希望我去 我从来只想和师傅一起生活 我真是怀疑 你年纪大了得了痴呆 师傅听到我这话 却大声笑了起来 好了好了 我逗你玩的 要是有这捷径 天下早就大乱了 我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出来 死老头子 有意思吗 万一我动了杀心怎么办 我师傅也是一点不客气 表示会一掌劈死我 说着手就往我头上放了上来 不过我最担心的还是 我能不能承受住师傅的道 师傅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 安慰我道 运气好点一点是都没有 运气不好死得惨烈吧 听师傅这样一说 我一个弹射 这样死有点不知道 可师傅缓缓吐出两个字 晚了 什么 晚了 什么时候 师傅得意地笑着 小东西 我摸了你几次头 你都没感觉吗 到这时我才恍然大悟 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来 不过好像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 难道我这身体能承受住师傅的功力 就在这时 一道雷霆之力向你拼了你 度度之快让人猝不及访 我居然被这道雷霆地咳了二两老坛 这道雷霆之力异常霸道 以我这样的实力 都久久没有缓过来 终于 没能抵抗住这雷霆之力 重重摔在里面 师傅看着我狼狈的样子 淡定地走了过来 这一百零八道惊雷 是为师送给你的礼物 你只要好生受着 我的意识渐渐模糊了起来 似乎踏入了浩瀚的星空 我在这里呼唤着师傅 希望他能帮我解开一下 就在这时 我面前浮现出一个蓝色火焰 似乎在喊着什么 难道这里是我的潜意识 原来我被这死老头子颠晕了 看我醒了 不一根一根拔掉他的胡子 这蓝色火焰 不会是我的灵魂吧 翠山是什么 哪里的景点吗 突然我脚下一空 整个人往下看不进去 就在这时 我好像听到有人在跟我说话 这是潜意识里 不是真的坠崖 别怕 突然我感觉到有人抓住了我 还问我真的要背叛吗 旁边也出现了几个人 仿佛在叫抓着我的那个人杀我 就这样 那人放开了手 我又继续向着那无尽的深渊 坠落下去 大家快看 这个十来岁的孩子 竟然自称是我儿子 到底是喜当爹爹 还是喜当爹 我们拭目以待 就在刚刚 我传承了师父的一身功力 被劈了108道天雷 好在有惊无险 只是身体被烧得跟黑炭一样 好在师父早早给我准备了药衣 套上一炮 身体强度又增加了几分 第二天 我早早地就被师父赶出了天眼洞 我来到玉仙宗 老远就看到 全儿在宗门外来回夺着方部 叫我回来立马就跑过来 问我这几天的行踪 我以玉仙宗这几天的味道 有些别致 在外面找了个清静的地方 练功为由 搪塞了过去 这全儿居然怪罪起我来 好了好了 下次我把配方改良一下 全儿突然一把抓住我的手 好像生怕我跑了一样 告诉我出大事了 啥大事 有敌人杀进玉仙宗了 全儿头也不回 拉着我就往宗门内跑 来到宗门里 全儿指着树下 那个十岁出头的孩子 看到那个小孩了吗 我一脸疑惑地看着全儿 怎么了 新收的弟子 那个小孩说他要找爹 你猜他找哪个爹 我思索了一番 对全儿说道 咱们宗门符合这条件的还不少 全儿一脸鄙视地看着我说道 掌门师叔还装傻不成 这句话把我问得云里雾里 啥意思啊 全儿悄悄凑过脑袋 小声跟我说道 他找的就是你 我哪能有这么大的儿子 全儿 可不幸胡说啊 这传出去人家还不把我当变态啊 就在这时 那个小孩发现我们 站起来边招手边向我喊道 爹 你是我爹 我一脸无语 这碰瓷儿的是哪来的 我也没钱啊 这小屁孩居然还冲过来抱着我的头 说是我失散多年的亲儿子 我认识个锤子啊 全儿还调侃着让我仔细回忆一下 卧槽 以这孩子的岁数 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这功能呢 我正想让全儿帮我解决下这小孩的事 哪知全儿竟然以通知参赛弟子为由 转身就走 这算什么事啊 就在我不知所措的时候 强哥悠哉悠哉地走过来 这小孩居然还认识这头牛 张口就喊大抢 我赶紧问道 小孩 你认错人了吧 我才十九岁 怎么可能是你爹爹的 这时这小孩总算是正常了下来 向我问道 你是不是傻 连我都认不出来 然后萌萌地舔了舔自己的手 这一举动 我似乎看到了有尊哥的影子 你 你不会是尊哥吧 这种事怎么可能 这小孩见我不信 于是趴在地上 身体也慢慢出现了变化 不一会就变成了尊哥 还告诉我 他已经修炼成人形了 我没想到尊哥的人形 竟然是了小孩 幸好没给他找母猫 不然他还不把我当变态 原来我离开那晚 尊哥就开了一切 还能变成人形 想到尊哥能变成人形 不知道强哥行不行 要是强哥变成人形 会是个啥样 原来尊哥能修成人形 全靠我和师父的啥 我还记得收养尊哥的时候 他还是只小奶猫 既然短短五年 便能修炼成人形 难不成我和师父煞气侧漏了 听尊哥说 我和师父都是魂煞之体 也只有我们两人有着体质 强哥告诉我魂煞之体 一万个修行者中 才有可能出现一个 这么厉害 我赶紧打断他们的话 左右看了看 好在四下无人 赶紧让他们别乱说 免得我被抓去做研究对象 尊哥倒是对我挺有信心 表示那些人不可能是我的对手 山外有山 人外有人 明天就是天前大会了 这事还是别炫扬的好 免得影响我装高手 大家快看 本掌门只是在跟这个妹子嬉戏 打闹 却被柳一白误认为是无耻 放荡之腿 在天前大会开幕式当天 柳如是气势汹汹地 回到太医宫的林霄会馆 显然是遇到什么让他生气的事 柳一白见哥哥的样子 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 调侃的问道 哥哥这是怎么了 柳如是怕被妹妹嘲笑 一言不发 转身坐下 气急败坏地对着桌子猛的就是一局 柳一白赶紧起身 给柳如是倒了杯茶 继续调侃道 一大早的也不知道跟谁置气 一会就是天前大会 你这样的状态可不行啊 柳如是抓起茶杯就一饮而尽 猛地把杯子拍到桌子上 表示除了无双 还能有谁能把他气成这样 柳一白则在旁边捂着嘴 偷笑了起来 调侃道柳如是 天狱也来了 我以为他要逼着你呢 柳如是看到 竟然被妹妹无情嘲笑 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几惊咆哮地说道 什么叫逼着我 他自己的毛病 与我合干 柳一白看到哥哥 气急败坏的样子 更是笑得合不拢嘴 表示女孩子最讨厌男人沾花惹草 你还被他桌奸在床 他能不生气吗 柳如是在气头上 没发现妹妹正在调侃他 猛地一捶桌子表示 那天他喝醉了 那个女的也不知道 怎么倒在他床上 柳一白看了看时辰 天前大会快开始了 赶紧表示不跟哥哥闹了 该出发去会场了 柳如是刚走出大门 就又被师弟给拉住了 师弟调侃道 师兄 那不是天狱姐吗 她不会是在等你吧 放眼看去 人群中一位美女格外显眼 正在四处张望着 好像在找着什么 看来林天狱还在为那件事耿耿于怀 就在二人四目相对的瞬间 天狱猛地扭过头 装着没看到柳如是 与此同时 我和思思正在前往天前大会的路上 我想起前两天自己炼制的两颗小糖丸 于是便问思思要不要尝一下这新品种 思思知道我是一番好意 但是也知道我炼制的丹药的威力 生怕去会场榨了茅房 赶紧表示现在不能吃这个 这是糖丸 又不是丹药 我把药丸放到思思嘴边 示意她尝一下 思思接过我手里的糖丸 放进嘴里吃了起来 嗯 好甜 真好吃 看着思思吃得正香 我赶紧问她 怎么样 感觉这个糖果有市场吗 咱给宗门搞个副业什么的 思思赶紧接我的话说道 能赚钱 能赚钱 看到这么懂事的思思 我疼爱地捏了捏她的脸颊 思思见我欺负她 举起她的小拳拳便要垂我胸口 我嬉笑着抓住她的小拳拳 好大的胆子竟敢袭击掌门 就在这时 柳一白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这里 指着我大喝一声 淫贼 放开那个姑娘 我看到柳一白的到来瞬间大喜 这不是上次被我救下的那个女孩吗 但是转念一想 现在被她误会了 不宜暴露身份 赶紧捂住自己的脸 就在刚刚 我和宗门弟子思思只是在打闹 却被柳一白误以为我是淫贼 她一个闪身便倒在心里 完全没有认出我是那天晚上救下她的人 思思一脸尴尬 正准备解释 柳一白常见横胸 向我大声喝道 淫贼 你是哪门哪宗的孽徒 报上明买 突然 我发现柳一白跟那晚不太一样 咻巴巴的 于是赶紧向柳一白解释道 你误会了 我不是 我没有对她动手动脚 柳一白则表示 她亲眼所见 不可能误会 而且如果是正人君子 又怎么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 和一个姑娘拉拉扯扯 思思眼见不可收拾 赶紧站出来解释 这时柳一白才发现 我和思思原本就是一个宗门的 这女人 你又不听我解释 我看着很像淫贼吗 没曾想柳一白还不依不饶 表示即便是闹着玩 男女也授受不清 希望我们好生注意 哎 上次就她说我是登徒子 这次见面就变成了淫贼 柳一白是不是对男人有什么误会 我正准备对她几句 却被思思叫住了 原来思思是怕在赛前跟其他宗门结院 会对咱们运先踪不利 赶紧拉过我就往天前大会赶去 没想到这小丫头想得还挺周全 好巧不巧 我们前脚刚走柳如是便赶了过来 她正准备开口跟柳一白说点什么 柳一白一句男人没一个好东西 搞得柳如是一脸猛 以为是在说她自己那晚上的事 反应过来的她一脸抓狂 我 我什么都没做啊 无缘无故又挨一顿筹码 来到天前大会的会场 这面已经是人山人海 锣鼓喧天 鞭炮齐鸣 我和思思悠然地来到运先踪休息的帐篷 小七啃着一根玉米出来迎接我们 师叔 怎么现在才到 话说你这玉米好像啃了十多集了吧 我气冲冲地坐了下来跟小七和全儿解释道 刚才路上碰到林霄宗的柳一白 非说我猥亵思思 真是瞎了眼了 思思有什么好猥亵的 要什么没什么 思思一听就不乐意了 表示自己还小 那些什么东西早晚也会有的 我刚才真是气昏头了 忘了思思就在现场 赶紧陪着笑脸向她道歉 我正跟思思闹得气劲 全儿尴尬地咳了几声 让我注意形象 真是哪里都有她 既然如此 我赶紧一本正经地坐了起来 询问着全儿这次的参赛弟子都有谁 全儿一一地介绍着 把小宁 四丰 笑儿叫了过来 我小宁是吴全儿的徒弟 擅长伪装 全四丰也是吴全儿的徒弟 擅长气场 无效则是吴老七的徒弟 擅长制造可燃气体 看到他们几个 我想起了前几天师父跟我交代的话 由于师父担心众弟子的实力 想让我混进去参赛 于是便问全儿 是不是每个宗门参加天前大会的人数的固定的 结果全儿的一番话让我格外失望 要怎么才能混进去呢 出师的场地就是一个普通擂台 除非换一张脸 否则根本混不进去 不过现在他们都是天煞之体 保住个倒数第一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小七见我沉思了许久 赶紧关切地问我怎么了 我赶紧表示没事 只是有点困了 想睡一觉 为了不让全儿打扰我睡觉 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我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会 拿出两张画着眼睛的纸片 啪的一声 往眼睛上一贴 随后身体向后一抖 就昏睡了过去 全儿看着我这行云流水般的操作 也只有探浮的份 大家快看 思思好心去扶这个摔倒的女人 没想到这女人的一番话 竟吓掉了小七珍藏了十多集的玉米 就在刚刚 由于太累 我便在天前大会运先踪的帐篷里睡了过去 就在全儿责备小七把我灌坏了的时候 一个紫发女人 救命 跑进了我们的帐篷 脚下一个亮枪 一种摔倒在地 众人怕这女人对本掌门不利 见状赶紧挡住了她 这个女人抬起头来 楚楚可怜地请求众人救她 思思见 大家都防备着这个女人 赶紧上前把她扶了起来 小七手捧玉米问道 这次天前大会的主持乃是玄自门的百娜 谁这么大的胆子 敢在这里造次 这紫发女人倒是毫不客气 舍过思思的袖子便擦起鼻涕来 还说思思要拔掉她的衣服 还要把她吊起来打 思思听闻一脸亥然 就连小七珍藏了十多集的玉米 都被吓破了手 就在大家六神无主之际 这女人的眼神向我瞟来 见我端坐在椅子上 一言不发 淡定地看着她 顿时心里一阵发毛 小七缓过神来 询问女人到底是谁要害她 说出来大家才能帮助她 就在这时 外面一个女人的音响起 让各位见笑了 在下路新闻弟子陆玲珑 随之一男一女出现在众人的视野 陆玲珑指着旁边拿着酒壶的男人 继续介绍道 这位是在下师兄 陆子豪 看着陆子豪的表情 后来这不是 猛地灌了一口酒 你是我睡着了 就算没睡着 以她这点实力 还不够我塞牙缝 陆玲珑则赶紧向众人解释 表示这个紫发女人 是她的师妹陆琴琴 比较调皮 玩笑开过头了 希望大家原谅 小七和全儿听到 他们是陆仙门的 赶紧向陆玲珑询问 陆老爷子出关了没 陆玲珑则感谢他们的关心 表示陆老爷子还未出关 说着伸出手拉着陆琴琴 就准备往门外走 没曾想陆琴琴突然抱起 一把拍开陆玲珑伸过来的手 便向我所在的地方跑了过来 全儿看到这一幕心想 糟了 师叔还在睡觉呢 陆琴琴跑到我旁边 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 离乎中 我似乎梦到两朵软绵绵的云朵 簇拥着我 陆玲珑看到师妹竟如此不懂事 竟敢跑到别派掌门面前 还拉拉扯扯 当即大喝道 陆琴 陆琴琴 你给我过来 一点礼数都没有 全儿见一群小辈大闹 也不想一般见识 随即倾咳几声 表示这是他们宗门内部矛盾 让他们回宗门自行处理 陆玲珑赶紧上前 把陆琴琴拉到帐篷外 让其跟他回宗门 谁料陆琴琴又一巴掌将其拍开 哭喊着往外面跑去 陆玲珑随即转身 便向众人败别 同时还忧心忡忡地瞟了我一眼 见我始终都是如此淡定 心里直呼草率 终于 这几个小辈总算是闹腾完了 目送他们远去 小七缓过全然 一个劲的很危险 直到听见我喊声大喜 他猛个拍了下脑门说 叔祖啊 快醒过来吧 这陆仙门跟咱们有仇 怕是来者不善啊 没想到小七倒是看明白了 这几个小辈的意图 便提醒三人 比赛一定要谨慎 别丢了性命 与此同时 陆仙门帐篷内 陆琴琴已然端坐在椅子上 悠然地吃着苹果 陆仙门和陆子豪 缓缓地走了进来 大家快看 只要被这个女人看一眼 就会秒遍她的小可爱 大家想被她看一眼的话 就在评论区输入666 就在刚刚 一群陆仙门的小辈 来我们运先踪的帐篷 闹腾了一番 还污蔑我们思思 要扒了她的衣服 还要把她吊起来打 见我深不可测 这几个小辈 回到陆仙门 复盘了起来 最后他们三人 得出一致结露的高手 这真的是高手 帐篷外 天前大会 已经正式开始了 一阵压迫感极强的旋 向着会场众人扑来 旋风散去 一位美女 偏偏落在会场中央 原来这就是 今年的主持 善千秋 今年的天前大会 弟子门的角株 除了往年的老五门 还新增加了三个宗门 其中便有逆声门 众人听到逆声门 不由地 都往逆声门所在的帐篷看去 里面坐着两男一里三人 那老者神情猥琐 一看就不像正派人士 女子妖艳动人 应该是练魅惑一类的功法 只有那个书生模样的男人 看起来正常一点 听到逆声门这种邪教 也能参加天前大会 众人瞬间就不乐意了 随着善大美女的掌声响起 一面面金黄的旗帜 从天而降 这次的天前大会 分为初赛和决赛 选手共24人 第一轮两两一组 比试输的淘汰 剩余12人进入决赛 以到达翠湖的先后顺序 排定名次 善大大大美女补充到 唯一的限制就是不能杀人 在比赛中打伤打残 也是常见的事 不予追究 小七和拳儿看着逆声门众人 对今年的比赛更加忐忑起来 随即 善大美女更是宣布了一个重磅消息 这次天前大会 金玄自门和陛下商议 首位将直接晋级天字门 此言一出 整个队口直接成立 作为去年第一的林肖宗 有一百非常不齿今年的规则 看着逆声门的众人 深知他们做事向来没分寸 这次他们肯定会为了 拿到第一不择手段 蓝念见柳一白看着自己 热情地抛了个飞碗过去 宁妃看到蓝念一脸妩媚样子 便问道 你又在勾引谁呢 蓝念对宁妃抛了个媚眼 娇羞地问道 我就跟林肖宗的小美女回个礼 怎么在你这里 就成了不知减点的女人了呢 宁妃白了她一眼说道 难道不是吗 蓝念伸手轻轻地掐着宁妃的下巴 小菲菲 我知道你一直缠人家的身子 宁妃正准备说什么 突然一阵香味扑鼻而来 宁妃秒遍舔狗 抱着蓝念的大腿就蹭了起来 地旁的王泽渊健壮 赶紧制止蓝念 开始说叫起来 蓝念笑道 咱们逆声门风评好过吗 我怎么不知道 王泽渊还试图挽回 便表示要重新树立形象 突然蓝念脸色一沉 冷声说道 可我怎么记得 掌门派我们来杀人呢 假如这两个美女要打架 你们会帮谁 评论区留下你们支持的对象吗 就在刚刚 蓝念施展魅术 魅惑了盆的那一阵 王泽渊赶过来 对蓝念说较起来 还指责他误解了掌门的意思 在漆头上的蓝念 一掌踢开 正在蹭他大腿 狗东西 宁妃死了 有心死了 宁妃抓了他的魅术 赶紧批别批别的跑 继续蹭着蓝念的大腿 蓝念觉得 可以借宁妃之手 给王泽渊一点点 便表示 如果他去杀了王泽渊 想做什么都可以 宁妃听闻阴沉着 对王泽渊说的 老子的幸福就靠你了 随即使出自己最擅长的毒攻 向王泽渊攻去 王泽渊赶紧举手投降 表示在此处 用这功法 会波及到其他宗门的人 实则内心的真实想法是 其他宗门独死几个 好像也不错 眼见宁妃的攻击 就要击中王泽渊 突然一股强 就飞起来 宁妃完全没有抵抗之力 重重地砸的 瞬间把积攒了几十年的老坛 吐出来一半 善千秋随之出现在他们面前 表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 让他们不要影响到其他人 并让兰念赶紧解开 宁妃身上的魅术 兰念 自知实力一级 只能遵照奔赴 此差的宁妃的魅术 宁妃醒来气得暴跳无恶 全胸顿不住 当即被兰灵要弄死兰念 善千秋阴沉着脸 奉劝他们不想死的话 就安静地看比赛 没想到宁妃已然气急败坏 好在王泽渊知道他们不是对手 赶紧拦下宁妃 本就气急败坏 想找人出气的宁妃 还碰到个自己打不过的刀手 顿时火冒三战 地旁的蓝面 看着宁妃抓盘的样子 笑得合不拢嘴 刘一白看着他们手足相残 不由地担心起后面的比赛来 就连林骁宗的掌门都不减 为什么会让逆生们参加这次大会 这弟子倒是觉得 在赛前暴露实力的做法有点愚蠢 刘一白则表示 也有可能是在做戏给他们看 总之不论如何都不能掉以轻心 一个时辰后抽签环节终于结束了 即将迎来第一场比赛 今天将有三组对阵 第一场 琉璃宗双天玉对战吴长宗上针 第二场 千真门江阳对战运仙宗吴小宁 第三场 陆仙门陆琴琴对战万鼎门孙寻珍 随即双天玉跟上针站上了擂台 一场空前的殊死大战即将展开 如果在比赛中 与海费尼塔的心非 你还会不会跟他继续比赛下去 记得评论区留言哦 就在刚刚 天前大会的第一场比赛 拉开帷幕 双天玉和上针来到擂台上 双天玉从容的取下头上的发簪 拿在手上 吹动着体内的煞气 一丝金色的光芒 明亮着发簪 上针剑摸不清对方的虚实 立马闪身后退 双天玉剑装立即表示 拉开距离也没用 随着煞气的吹动 手里的发簪越变越大 越变越长 最后竟然形成了一起长剑 上针剑双天玉的武器事件 瞬间大喜 得意的问道 是吗 听到这话双天玉大感不妙 地上一个蛇影正向自己袭来 竟然能在他毫无察觉下示众 看来上针的实力也不容小觑 不过这点伎俩难不住双天玉 只见他嘴角上扬 举起手里的长剑 这蛇影顿时消散的无影无踪 双天玉剑一击得逞 便表示吴长宗这些年没什么斩截 还是只会这些偷鸡摸狗的手段 随即大客一声 面对疾风吧 莫不正面对决吧 飞升便向上针攻去 面对双天玉的攻击 上针也认识 在躲闪的同时 也在暗中布下了陷阱 双天玉剑上针直躲不攻 便嘲讽道 我看你能逃到哪里去 吴长宗的冲阴阳也不过如此 不是说可以摧毁精神力吗 我倒要看看有多厉害 上针则微笑着表示 谁人不知 琉璃宗的无双大小姐精神力 无人能破 还没傻到去挑战他的特长 随即伸出手掌 凝聚煞气 双天玉殊不知 整个擂台都已经被上针 布下了骨 看着脚下的蛇影 还挑战地说道 雕虫小技 画壁 灰剑便向蛇影砍去 哪知这一剑 竟然透过了蛇影 砍了个寂寞 双天玉猛然震惊 怎么会砍不到 上针剑胜卷物 则表示他的冲阴阳 已经能在虚实中转换 这一局赢定 随即冷笑着 堵出两个字束缚 话音刚落 双天玉全身顿时便不舍已 欲向他撕咬过去 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幕 上针自信地指着双天玉说道 胜负你分 柳如是在台下 踏到这一幕 顿时感觉 头上顶了整片护伦贝尔草原 手指深深地扣紧了 把手里面 手机站起身来 对上针好道 我要杀了你 师弟赶紧起身 抱住柳如是 让他冷静下来 快看 杨江怎么了 随着人群里一声惊呼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 只见在另一个擂台上 杨江一动一动 眼神躲闪 脸红得跟猴子屁股一样 男人用蛇将女人捆绑起来 为王发誓 唯 另一个擂台上 杨江一言不发 眼神躲闪 脸红得跟猴屁股一样 看到吴小宁用出这样的招式 全而一脸懊恼地拍着门 小宁这丫头 又用那一道 蓝念默默地看着这熟悉的招式 自言自语 杨江看到幻觉了 还是他不敢直视的幻觉 明飞听闻赶紧问道 他是怎么知道 蓝念泽表示 男人色星大气的时候 都一个人 他再熟悉不过 再看向擂台 吴小宁正让杨江过去 杨江满脸通红 让吴小宁赶紧把衣服先穿上 这里人多不合适 吴小宁一脸自信 向着杨江走去 你为什么不敢支持我 你不想赢了吗 杨江健壮 赶紧把羞红的脸扭到一边 急切地说道 别别别 你别过来 随着吴小宁越走越近 杨江看到了更震撼的一幕 吴小宁袒露着心扉 向杨江走来 杨江心里直呼成何体统 赶紧让吴小宁停下 这只是个比赛 犯不着牺牲这么多 吴小宁则表示 如果他输了的话 他师父会不开心的 与此同时 全儿正在懊恼自己管教不力 交出了如此徒弟 小七赶紧追问 杨江到底看到了什么 全儿气急败坏 表示他什么都不知道 不要问他 在看向擂台时 比赛已经结束 杨江赶紧把自己的披风 给吴小宁披上 表示自己认输 这一举动让吴小宁刮目相看 瞬间好感度提升100% 脸也变得羞红 喃喃地问着 真的 真的 说完 杨江转过身 缓缓往擂台下走去 与此同时 随着一声搞定 沃晴晴欢快地从擂台上 一跃而下 第三个擂台的比试已然结束 再看向第一个擂台 只见双天 原生破了数 洛河一声 将手里的长剑高高抛起 长剑散发出雷霆之势 抉着万千发簪向上针攻去 上针不可思议地看着这一幕 大惊失色 还能这样 随着丹千秋一声轻壳 三个擂台的比试已经结束 获胜的分别是琉璃宗双天玉 运仙宗吴小宁 陆仙门陆琴情 了解完对手实力的兰念 起身伸了个懒腰 表示要回去美美地睡一觉 王泽渊赶紧追上来提醒他 别忘记晚上要做的事情 兰念冷冷地表示忘不了 就是一天没见到运仙宗的掌门 说着舔了舔自己的嘴唇 估计味道一定很鲜美吧 比赛一结束 全儿就走进帐篷试图叫醒我 哪知道我竟然对叫醒服务免疫 没办法 全儿只有吩咐弟子把我服回去 没想到吴小怎么拔都拔不起来 感觉我的屁股像是被粘在椅子上一样 全儿气得火煲三丈 连连坐下 赶紧让他们连通椅子一起抬走 没想到这一幕居然被柳亦白他们给看到了 想都不用想 我这优美的睡姿必然又被他给误解了 果然 我们还没走远 他就跟哥哥议论起我们 什么顽固子弟 欲清真人老糊涂了 让我来做掌门什么的 柳如是心里一直想着双天欲被捆绑的那一幕 完全没有心思听他说话 柳亦白也看出了哥哥不太对劲 正准备询问 柳如是以有急事为由 头也不回地往处里面分析 就在刚刚 我在天前大会上美美地睡了一觉 醒来已经是子初十分 我迷迷糊糊地坐了起来 才发现尊儿也在床上 尊儿见我醒来 生了个懒腰 告诉我师父让我去天眼洞 还不能被人认出来 我迷迷糊糊地揉着眼睛 问着师父还交代什么没有 突然想起师父说过 他不能下山 这尊儿又是怎么知道的 尊儿指着桌上一堆凌乱的鸟猫 表示我师父让一只鸟来送信 结果他正好饿了 就给吃了 我听问一脸嫌弃 这都能吃得下 太残忍了吧 你这是当刺身吃的吗 尊儿则表示 他平时吃的还少吗 那倒是 不过这都修炼成人形吗 该学着吃点人吃的东西了 比如蒸羊羔 蒸熊掌 蒸鹿尾儿 飞机我便把豹菜名给说了一遍 不过动物修成人形 是传说中才有的事 听得尊儿一脸茫然 尊儿则表示 是我不爱读书 咕噜吧 过了拜赏尊儿 才恍然大悟 那岂不是说 我的身份不能被他人所知 我告诉他 如果消息走漏 很有可能会把他关起来研究 甚至可能抓回去 首先就给你绝约 听到这句话 蒸鹿瞬间炸开了毛 赶紧让我带他上山 找师傅问明情况 既然如此 事不宜迟 赶紧出发 穿上好几级没用的夜行衣 上面还残留着柳衣白的香味 我和尊儿在房颜上 不停地穿梭着 突然 下面的一阵响动 吸引我注意 下面赫然出现 三个穿着夜行衣的人 看这方向 应该也是出城办事的 专儿则让我少管闲事 免得暴露身份 越过城墙 便来到郊外 我发现 这三人的方向 几乎跟我们一致 也是三圣山 与此同时 小树林里 柳如是似乎在等什么人 嘴里难难的念叨 都此出了 不会是放我鸽子吧 忽然 一个声音响起 打断了他的思绪 柳如是赶紧俯身躲在草丛里 原来是吴小宁 他怎么跟对手私下见面了 只见吴小宁满脸羞红问着杨江 今日彼时为何要认输 杨江也是满脸通红 吞吞吐吐地表示 他不打女人 还让吴小宁以后别用那一招 这显然是想吃毒食 还是得让各位看官 一饱眼福才行 吴小宁则表示 他是特意来归还斗篷的 草丛里的柳如是 看着牛女捏捏的两人 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在干嘛 就在这时 上针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没发现外面 还有两个正在缠绵的情侣 直接就问柳如是约他干嘛 柳如是赶紧提醒上针小声点 但是这一举动 已经暴露了他们的存在 杨江听闻赶紧拉着吴小宁的手 就往树林伸出跑去 就在刚刚 我收到师父召唤我的消息 在路上碰到三个 跟我方向一致的非裔人 我和尊儿跟随三个黑裔人 来到了翠湖边上 躲在草丛暗中观察了起来 原来是逆生门的人 这三人该不会是来翠湖偷猎的 尊儿见状立即表示 只要不妨碍我们 就不用管他了 哟 俗话说好奇害死猫 我看尊儿能活千年 突然 又一阵小洞 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来者又是一个 穿着夜行衣的人 看来今天晚上有些热闹啊 这黑衣人落在我们不远处 暗中观察着逆生门众人 仔细一看 来人竟然是柳一百 我赶紧小声向他打招呼 柳一百也认出了我 正是上次做过他的利用 我赶紧向他跑去 问他 你怎么又到这森林里来了 不怕这林中的猛兽了 没想到他竟反问我 又为何在此 我赶紧表示 我就住在这森林里 见柳一百不太相信 我继续解释道 不然我怎么会跟 翠湖的那些灵兽这么说 谈笑间 柳一百发现了 趴在我旁边的尊儿 我赶紧跟他介绍道 这是我的宠物 叫尊哥 来尊哥 给小姐姐喵一个 见到这么可爱的猫咪 柳一百表示 很想录一下 虽然尊儿一再抗拒 甚至还威胁我说 如果这女人摸他 他就让我死无暂身之地 牺牲一下他了 就在柳一百伸手 准备撸他的时候 他都还在抗拒 没想到下一秒瞬间破坊 尊儿竟然是一只 没有节操的猫 柳一百撸着尊儿 表示自己想去听眼洞 我瞬间恍然大悟 原来他上次来到这里 是想去找师父 紧接着 他竟然想要看我的样子 其实让他知道 我是无用也没什么 只是师父不想让别人知道 我去找他 还是算了 等时机成熟再说吧 于是我果断拒绝了他的要求 柳一百满脸失落 表示我不愿意就算了 今天只是心情不爽 想找个人聊天罢了 我便问他怎么了 没想到他竟说了一堆 让我扎心的话 什么河门内弟子打情骂俏 什么比赛结束 还被人带椅子抬回去 什么欲亲真人 选了个顽固子弟 什么忘我将他奉为闺脸 句句都让我如芒在辈 说完便起身要走 虽然他刚才把我洗刷了一通 但也是对我期望较高所致 也没跟他一般见识 随即便表示 如果单独遇到这三人 恐怕会对他不露 柳一白默默地转过身 失落地问道 你我萍水相逢 为何这样关心我 我赶紧表示我只是热心群众 还把随身携带的玉佩 送给他防身 这块玉佩上有我的煞气 带上这块玉佩 这森林里的猛兽 就不敢近身 柳一白接过玉佩 忧心忡忡向我问道 若要寻我得去何处 我让他每月初时 都可以到脆虎边上找我 柳一白沉思片刻 喃喃说道 那不就是三天后 随即兴起地笑了起来 那我们三天后不见不散 说完身形一跃 就消失在我们眼前 柳一白走后 尊儿许久才缓过神来 表示被柳一白露得很爽 还好他定力深厚 是吗 我看尊儿完全是被露得飘飘欲仙 欲罢不能 随即 我们继续向着师父的方向感觉 就在刚刚 我跟踪逆生门的三人 来到三圣山 同时也偶遇柳一白 在跟他交谈的时候 逆生门三人已经离开 这三人静止来到师父修行的地方 发现此处竟设有八级金锁镇 此镇法能将千军万马 困于其中 但八位施术者 必须以寿命和杀其陷阱 看来当年那些人 为了困住我师父 连命都不要 明非想到 马上就能拿到那块 和我一起坠落的陨石 邪恶地舔了舔嘴 结果这一举动 却遭来了蓝面的险器 没曾想 二人却因此争吵了起来 果然不是正经门派的 形式就是不一样 就在这时 师父的声音从洞内传来 小朋友们 到老夫的天眼洞来 有什么事啊 这三人被师父 如红中般的声音 吓得愣在原地 随即师父 掀气飘飘地走了出来 最近找老夫的人 越来越多 没曾想 都是你们这些后辈 没想到 明非竟嘲讽我师父 他一直把我师父 想象成天神下凡 如今看来 也不过是一个 脑袋两条腿的糟老头 我师父哈哈一笑 天神不也是一个 脑袋两条腿吗 显然师父已经生气了 这几人不了解我师父 是我的话早就溜了 明非也不再磨叽 伸手就向师父讨要石头 师父拿出 和我掉下来的那块石头 这个 掉的话就拿去吧 随手便将石头 丢到明非面前 这三人没想到 我师父这么爽快地 就把石头给了他们 感觉和他们所想的 剧情完全不搭 一时间满脸惊诧 不知所措 明非拿着石头 觉得我师父在忽悠他们 我师父则表示 如果不信 就去他洞里搜一搜 有喜欢的都可以拿去 这王泽源也不太相信 师父会这么轻易 给他们石头 当即表示 他们是逆生门的人 不想为难我师父 师父听闻便问道 你们掌门 是不是脚无有用 明非见他们互相认识 便拱手达道 正是 话音刚落 只听师父沉声问道 见到师爷为何不跪 手里也凝聚起雷霆之力 一种强烈的压迫感 也随之袭来 明非见状赶紧后撤 手里的石头 也被吓得掉到地上 在一旁暗中观察的柳一白 听闻我师父是这三人的誓言 也是惊讶的何不拢嘴 王泽渊和蓝念赶紧分析了起来 吴姓是运先宗的宗姓 难道掌门曾是真人的徒弟 原来他们的掌门 十九年前偷袭我师父谋权篡位不成 被我师父逐出运先宗 我师父不想跟一群小辈一般见识 随即便转身准备回洞里 这明非应该是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 竟扬言要让我师父化为一滩血水 说着便一脸争鸣 施展起雷霆 向我师父攻去 没想到我师父只是随手一挥 宁飞的攻势便瞬间消散 然后恼怒地问道 我一个老人就不配有些许宁静吗 我师父这表情说明这三人很快就要玩完了 见宁飞的攻击被我师父云淡风轻地就给化解了 蓝念心想不能跟着他们找死 就在这时 王泽渊叫做我师父 随即拿出法器 向 跟四大同万拔地而起 躺在动前 王泽渊一脸坏笑 表示他们三人要干什么来着 结果话还没说完 就被蓝念打断了 赶紧表示是王泽渊和宁飞二人 与他无关 这一举动差点让王泽渊和宁飞就掉了下落 就在两人一时间无奈 尴尬之际 突然瞪大了眼睛 脸色倒变 似乎看到死神向他们走来 一股强大的冲击波直冲天际 我老远地看着这一幕 全身已经颤抖起来 就连尊儿都能看出师父生气的程度 我瑟瑟发抖地表示 那雷劈到身上有点疼 还是等师父气消了 下次再来探望他老人家 赶紧转身就往回跑去 就在刚刚 蓝念给我种下了鸳鸯结 我感到一阵眩晕 瘫倒在地上 他趁机遇对我图谋不轨 好巧不巧 柳一白这时竟然也路过这里 见到这一幕 柳一白瞬间大怒 指责蓝念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 做出如此行径 蓝念随即调侃道 现在黑灯瞎火的 哪来的光天化日 我躺在地上不能动他 见到柳一白的到来 更是不知所措 如果被他看到 我这一世英明就完了 随即二人便为男女情爱 伦理问题争论了起来 一个认为男欢女爱 繁衍后代乃是天性 他只不过是释放天性罢了 另一个则表示 公然谈论此等问题 伤风败俗 没想到最后蓝念几句话 对得柳一白哑口无言 柳一白直呼无耻 就在他们争论的时候 我感觉身体能动啊 但是现在我该怎么办 算了 还是继续装死 与此同时 蓝念知道鸳鸯结的时效过了 用手戳着我 让我赶紧起来 而这一举动也吸引了柳一白的注意 转过头向我所在的地方看来 心里还想着 这个声音怎么这么熟悉 没办法了 这样下去迟早会被他认出来 我赶紧一个鲤鱼打挺 向他冲去 然后闪身到他身后 在他完全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 一掌向他拍晕 顺势把他搂在怀里 蓝念见我怕被柳一白认出 不怒反笑 表示有鸳鸯结在 我不可能和别的女人乱来 而他对我也是认真的 随即让我记住他的名字 就往城里跑去 我将柳一白放在他们宗门前 敲了门 在确定柳一白安全过后 才放心地往师父的方向赶去 师父见我这么久 才到天眼洞 也没有责备我 而是闻了闻 就知道我遇到好事了 然后调侃了我一番 便要给我一件绑物 于是伸手在一个不可描述的地方 摸索了一会 拿出一个小瓶子 表示里面装的是预露丸 给用体温存放 所以他随手便放到那里了 我一脸嫌弃地让师父赶紧拿开 没想到师父竟将药瓶丢了过来 表示这个药丸可以改变容貌两个时辰 以后也许有用得上的地方 我一脸无语地看着这药丸 想起师父被八级金锁镇困住的事 当即便表示要为师父他老人家报仇 然而师父却一言不发 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告别师父 回到太医工 忙碌了一大碗的我赶紧贴上眼睛贴纸 躺在床上就睡了过去 然而 我房间的窗户被打开了 一个人影从窗户溜了进来 就在刚刚 我得知今天要参加比试的吴四风 在昨晚无故被打成重伤 于是便拿出师父给我的身体瞪眼网 表示能通过这个变成四风的模样 替他去参加比试 全而一直认为我实力有限 只是按照他的吩咐在装高手 对我一再阻止 怕我在赛场上挂掉了 他们又得再找找 小七则想着加害四风的凶手 如果在赛场看到生龙火火的四风 必然会露出马脚 觉得还可以尝试一下 全而见大师兄都这样说了 也无话可说 只能无奈答应了下来 我扶下身腿瞪眼网 来到小您的房间 对着镜子鼓刀了起来 片刻之后 一个生龙火虎的吴四风 出现在他们面前 全而见身腿瞪眼网 竟有如此功效 秒边笑脸 或者脸皮想找我讨要两颗 我见识到这么好这要效 哪里能给他们分享 既然脸皮这么轰 就去找我师父讨要吧 安顿好四风后 便带着众人来到了天前大会的赛场 没想到蓝念已经在我们 运先宗的帐篷外面守着 似乎在等什么人 我心里想着 这女人真是阴魂不在 不会是想重复昨天的故事吧 见我们过来 蓝念赶紧向全而取问我的动向 一向正派的全而见状 没好气地告诉她 今天掌门不在 蓝念没有发现人群里的四风 就是我假扮的 便转身离去 没想到蓝念前脚刚走 全而回头便叫我掌门疏足 我赶紧让他打住 别暴露了我的身份 全而又秒遍正经 问我跟蓝念有什么来往 还表示 昨天在现场 看那些不堪入目的时段 实在难以启齿 我赶紧派着胸部表示 以他们掌门师叔的性格 不可能跟着妖女游往 就在这时 单千秋带着一行人走进赛场 当即就宣布 今天的比赛有两处调整 第一处是 因逆生门的宁飞和王泽渊 无故弃拳 他们的对手双晨和孙星辰 直接竞技 曾经认为逆生门有 又是一片华人 单千秋轻渴两声 事宜众人安静 宣布今天的第二件事 就是比赛重新抽签 小七和拳儿听闻一愣 重新抽签 他们的掌门叔祖 就可能碰不到上千了 向吴长宗的帐篷看去 上千的脸色 完全看不出任何人 似乎似风的是与他无关 随即单千秋公布了抽签结果 我对战的是万鼎门的孙玉罗 吴孝的对手则是柳一代 吴孝听闻赶紧向拳儿表示 他不打女人 拳儿一眼就看出了吴孝心虚 表示输就输了 平常心对待就行 吴孝见师父都这样说 转身便誓死如归的 向赛场走去 我见状赶紧冲上去 叫住吴孝 告诉他对付幻术最好的方式 就是放空自己 什么都别想 俗称百难 拳儿听闻直呼宗门不幸 想到万鼎门近几年风头震盛 孙玉罗的实力更是深不可 随即便用眉头所皱 担心起我的安危来 善千秋缓缓走到擂台中央 今天的比试正式开始 我刚走上擂台 孙玉罗就扬言要把我打出事 面对这种威胁 我瞬间燃起战 不过我运先踪 千年前也是大踪门 自然不能乱了理数 飞机抱拳行李说道 再下运先踪 谁知话音 一道强烈的闪电 继续桥银 只听 孙星辰四周顿时飞沙走时 烟成鬼 孙星辰瞬间被这道雷劈的 七巧盛烟 俨然变成了一个阿三 我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一幕 诶 啥情况 我都还没出手啊 我就行了在里 这家伙怎么就被雷给贴了 善千秋见状也瞪大了双眼 这一击震天雷跟玉亲子互相上下 玉先踪的弟子 什么时候这么厉害 初次上赛场 这种情况我也是第一次遇到 赶紧尴尬地向善千秋问吧 这算我赢了吗 善千秋还没回过神来 半天吐出来一个字算了 随而见我行李间便秒杀了孙星辰 更是惊掉了下马 立马找到师兄 小七问道 有没有看清楚那招 那可是真人的上乘违法 真人是四十岁 才初步掌握的人 小七听闻表示他也不清楚 赶紧向我问道 掌门师叔 你真的只有十九岁吗 随即善千秋宣布比赛结果 无似丰盛 在场众人有随之一震 孙星辰的两个师兄 赶紧跳上擂台 三人相踪而起 就在刚刚 我登上擂台 只是礼貌性地行了个礼 却召化了 毕了个半死 他的两个师兄健壮 赶紧慌慌张张地 跑上擂台 确认他的伤势 没想到孙星辰 这么不经代 一句话没说完 就晕死过去 吓得大师兄 老泪纵横 他的二师兄 更是怀疑我作异 一个地界的宗门的弟子 怎么可能秒杀 他们的师弟 于是便跟 善千秋提出 要跟我单挑 还扬言要当着 众人的面揭穿我 他们大师兄健壮 拉着他的手 一个劲地给他打气 见善千秋 我没有 随即三兄弟相拥而弃 善千秋便来询问我的意思 我赶紧表示 我不能做主 得让师父做决定 没想到 这小子在缉分之余 竟然嘲讽我是师王 堂堂七尺男儿 还要去找师父 我一听就不乐意了 便耍七皮来 跟他说道 我若不答应 你也拿我没有办法 气得他们大师兄 咬牙切齿 我赶紧走下擂台 找到小七 告诉他 刚才那个震天雷 是无法 我不一定能再使过 那个孙星辰 气势如虹 我怕打不过 但是不比的话 岂不是坐实了我心虚 拳而则表示 输赢无所谓 不是我代替 四风上场 这一场已经输了 让我不要有压力 既然如此 我便回到了擂台 接下了这场比试 随着善千秋 交手一挥 我们的比赛 也正式开始 这小子话是真多 比赛都开始了 他还在大放厥词 什么万点门的星星 比师弟强十倍了 哪知话还没说完 雷便向他所在的地方劈去 就那一瞬间 地面上被雷劈出四个大坑 这小子当场被吓得呆若木鸡 连白眼都翻起来了 我看着这一幕 也是吃惊不已 卧槽 要不要这么刺激 众人健壮 也是一片华人 刚才那个雷 要是劈到孙渔龙 恐怕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孙渔龙缓过神来 竟又污蔑我们运仙宗 在场外布置外援 他们大师兄健壮被吓得不轻 赶紧就想爬上擂台 阻止孙星辰施展这个招数 善千秋健壮一整将他们摆下擂台 表示旁人不得入场妨碍比试 他赶紧解释道 孙星辰是想用天人神功强化身体 但是一旦散工 就会丢半条命 甚至经脉禁毁 多年休息毁于一旦 善千秋并不领情 表示大家都是成年人 要对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我听闻也只能直呼狠人了 伤人七分损己三分 就在我思索之际 孙星辰 双云队的血 机会我一起之前 暴调的一天 不由必须 事而来 我看这家伙也像是个政治之人 为了一个天前大会 丢了修为实在不值 便想把他困住在家 于是就是全情 没想到雷副术 去以待雷电阵天雷 狠狠地劈到孙玉龙身上 带雷电散去 孙星辰已经全身冒着青烟 估计已有七分熟了 我看着自己的技能一脸茫然 怎么会这样 我只是想困住他 雷副术在师傅传授我功力之前 便能熟练时 这次为何会引来阵天雷 孙玉龙的大师兄 冲上雷台 抱着他一把鼻涕一把雷的 指责了起来 拳儿和小七都没看清发生了啥 明明我喊的是雷副术 却又为何召唤了一记震天雷 柳一白静静地看着赛场 看着无效给他的情报 心里想着胡思峰会雷法吗 参加天前大会的三个人 使用的法术各不相同 真是个奇怪的宗门啊 随着善千秋宣布我获得胜利 我赶紧借机逃下了擂台 我找到拳儿跟小七 告诉他们我的身体 好像出现问题了 明日的大会我就不参加了 我得去找师傅问问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随机头也不回地往赛场外走去 没想到这一幕真好被蓝面发现了 看我走得这么急 一定是有事发生 便立马跑到善千秋面前宣布弃拳 便朝我的方向赶了过来 善千秋看着蓝面的背影 想着逆天门的人行事如此乖张 参加的大赛 三个人全部弃拳 一眼紧了 就在刚刚 这个女人发现我离开赛场 便主动弃赛 悄悄向我的方向跟了过来 由于我是易容成吴四峰的模样 参加比试 便准备先回宗门 换回自己的模样 再去天眼洞者师傅 没从想 蓝面已经在我回宗门的必经之路等着 见我过来便向我问道 神色匆匆的去干嘛 我被他突然的出现吓了一跳 没意识到现在是四峰的模样 便一脸嫌弃的说道 是你啊 蓝面听闻妩媚一笑 我 难道你认识我 我赶忙解释道 逆生门的蓝面吗 当然大家都知道 蓝面看着我一脸紧张的样子 饶有兴趣的把我逼到墙角 上身更是向我贴了过来 还装呢 我亲自给你中的鸳鸯节 你当是摆设啊 我见这里大庭广众的 被人看到我被一个妖女逼咚 传出去脸上实在挂不住 便打算找个偏僻点的地方 把事情说清楚 没想到蓝面见我拉他的手 更是得寸进尺 浪荡地笑了起来 小哥哥 去哪啊 好巧不巧 这个时候柳一白也出现在这里 一眼便发现了蓝面 柳一白看到蓝面似乎跟着吴四峰 便断定蓝面一定是去祸害他人 便向我们的方向追了过来 我把蓝面带到一个偏僻的地方 美好气地问道 你到底想干什么 蓝面一副轻浮的表情说道 我要做什么 那晚不都告诉你了吗 我听闻赶紧表示我们不可能 我不喜欢他 没想到蓝面听我这样说不怒反了 我们横竖就几面之缘 更谈不上情深义重 你不喜欢我很正常呀 我见他还是民事里的人 便问他还缠着我干什么 没想到他直接抱住了我的手 撒娇式地摇了起来 表示要缠着我跟我培养感情 我感觉到软绵绵又Q弹的东西 在我手腕处柔来柔去 顿时不知所措 让他赶紧放开 我这易容的时间快到了 在这里便回去 被别人看到了就糟了 蓝面倒是毫不在意 看到这里人烟稀少 便让我便就便嘛 怕什么 我见他对我动手动脚 立马表示 再这样我就要动手了 蓝面似乎吃准了 我不会打他 还一个劲地挑逗我 我拿他没办法 只有这样了 我搂住他的腰 向上一挤 把他抗在肩膀上 就往运仙宗的方向赶去 我实在是拗不过他 只有先把他带回运仙宗了 蓝面还是说着那些清楚的话 问我是要带他去参观咱们的新家吗 还趁我不方便的时候 是我斗我 我气急败坏地表示 再这样 我可就要打他的屁股了 虽然我已经是急速飞奔了 但还是没能逃过柳一白的眼睛 这些事情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看到吴四峰靠着蓝面 柳一白断定那晚山上和蓝面购合之人 就是吴四峰 立马决定要去一趟运仙宗 蓝面来到我的房间 东看看西瞧瞧 左张张又望望 对我这个住处嫌弃得不行 飞机便往我的床上一坐 表示他们逆声门穷得只剩下钱 我肩壮赶紧让他从我的床上起来 这样让宗门的人看到了 我这掌门的脸往哪个 没想到蓝面飞弹不起来 反倒胶腿一踢 一只鞋子向我飞来 这一幕我从来没有想到过 姐 我怎么能拿女人的鞋子 不接 这鞋子马上就要砸中我 我顿时不知所措 蓝面躺在床上表示 昨晚没睡好 要在我这里休息一会 我赶紧让他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让别人看到了 他们怎么想我 蓝面却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还扬言巴不得他们胡思乱想 这样 那些美女也就不会惦记我了 还伸出食指示意我过去 就在刚刚 我在情急之下 将这个女人带到了我的房间 没想到 她竟赖在我的床上不肯起来 还伸出食指示意我过去 与此同时 柳一白也来到运仙宗门前 守门弟子告诉她 今天去参加比试的各位都还没回来 柳一白自报家门后 便表示有重要的事情向我禀报 希望可以进去等候 这弟子见她也是名门正派之人 便把她请了进去 我始终都这么吸引女孩子的关注 柳一白想着今天在赛场上没有见到我 也不知道我干嘛去了 来到运仙宗的会客厅 我自己都被这景象吓了一跳 这特喵的都成威房了 还会什么课啊 柳一白看着眼前残破的景象 想着运仙宗过去几年 应该过得十分艰难吧 如果运仙真人没有闭关 那应该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 就在这时 一个小脑袋瓜 从屏风后面探了出来 柳姑娘 真的是你 柳一白见到思思 便想起那天 在去天前大会半路上发生的事 思思见柳一白 还在误会这件事 便给她解释了 这整世的来龙去脉 随即便问到柳一白今天来 是有什么事吗 柳一白也毫不避讳 当即就表示 自己是来找吴四风的 思思听闻一脸坏笑 调侃道 四风师哥 长得的确一表人才 也难怪 柳一白见思思误会自己 赶紧跟他解释 不是他想的那样 只是找吴四风有点事 于是便想让思思 带他去找吴四风 思思这个小屁孩 还是一脸坏笑 跟旁边彬彬有礼的柳一白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于是便把柳一白领到了 吴四风所住的院子 刚进院子 就看到准备出去打水的吴小宁 思思见状便跟柳一白说道 小宁师姐都回来了 估摸着四风师哥也在 随即这小屁孩思思喊 四风师哥 我是我 一巴掌就排开了房门 两人走进屋内 被眼前的景象吓得呆立在原地 只见吴四风躺在床上 双目紧闭 斗大的汗珠顺着脸颊躺了下来 刚换下的绷带 在地上凌乱地散落着 柳一白更是被吓得连连后退 吴四风刚刚还看着蓝念 怎么突然就被伤成这个样子 就在这时 吴小宁打水回来 看到他们站在四风门前 便询问他们在干什么 思思赶紧向小宁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四风师哥怎么受伤了 小宁见四风受伤的事 被柳一白撞见 担心今天我伪装成四风 替他鄙食的事会被发现 没想到柳一白压根没想这些问题 一口就咬定是蓝念所为 小宁也被柳一白这一脑回路 弄得一头雾水 随即柳一白坚定地告诉他们 是他亲眼所见 就是逆生门的蓝念 害了吴四风 小宁不知道柳一白 在说那玩小树林的事 以为他真的看到了 四风被害的一幕 冷冷地问道 可是真的 柳一白说得阵阵有词 想必是蓝念用魅术 迷惑了吴四风 然后再将其打成重伤 说完便拱手告辞 表示蓝念应该还没走远 看看能否找到他 留下一头雾水的小宁 和思思不知所措 就在刚刚 柳一白看到我在大街上 掳走了蓝念 便一路追踪到蕴仙宗来 看到身受重伤的吴四风后 便一口咬定 自己亲眼看到蓝念所为 随即便抱拳请思 表示蓝念应该还在附近 看能不能找到 留下一脸猛须的小宁和思思 思思觉得柳一白 是名门大派之人 应该不会说谎 吴小宁感觉柳一白 刚才说的油白油眼 更是坚信吴四风 是蓝念所伤 随即二人一合计 算了还是等掌门书组 回来的再说 另一边 我的房间内 蓝念正妖娆地躺在我的床上 突然一个喷嚏 便断定又有人在骂自己 我赶紧问他 准备在我这里待多久 哪知道他还赖什么 表示要带到我喜欢上他的那天 听到这句话 我直呼麦盖尔 一时口快 一句我不喜欢女人脱口而出 蓝念借机又开始调侃我 原来你喜欢男人啊 我见蓝念什么都敢想 赶紧让他打住 表示我只是对女人不感兴趣 谁知蓝念听到这句话后 一脸坏笑 静缓缓地截起自己的衣服来 如果这样呢 我顿时看往在原地 见他万一已经退去 我才缓过神来 赶紧冲上去抓住他的手 放在事业线上绑住 让他别费力气 我对这招免疫 就在这时 外面一阵急速地敲门声响起 全儿在外面喊道 掌门疏足 又要是商议 你在房里吧 你不在我就进来了 我听闻慌得一批 赶紧警告蓝念 好好待在房间里 别乱跑 我出去半点事就回来 蓝念看到我心虚的样子 咯咯地笑了起来 让我回来的时候 顺便给他带点吃的 不然就把我给吃掉 我见蓝念如此轻浮 对他更加嫌弃 便问他 对别的男人 是不是也是这样 蓝念一脸妩媚地反问道 你在乎吗 再不开门 别人就进来了 我赶紧应了拳儿一声 转身向门口走去 走出房间 我扭扭捏捏地挡在门前 把房门合上 拳儿则让我赶紧 跟他去议事厅一下 表示此事非同小可 来到议事厅 宗门里的核心弟子 都已到场落座 我看着这一个个灰头土脸的 想着难道出了什么大事 拳儿就让小宁和思思 向我禀明情况 随即小宁和思思 便把刚才碰到柳一白的经过 跟我阐述了一遍 最后思思还补充了一句 柳小姐说 她是青年所见 柳一白看到蓝念打伤吴四风 我听闻也是一头雾水 赶紧表示不是那样的 这两个妹子还分析了起来 觉得自己没有理解错柳一白的话 听到这里 我才恍然大悟 赶紧跟他们解释 柳一白看到的那道吴四风 是我自己 此言一出 又把小七跟拳儿整不会了 纷纷问我是什么意思 我赶紧将我刚才的经历 跟他们说了一遍 我当时着急回宗门 被蓝念认出来了 然后就一直纠缠着我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 被柳一白看到了 小七和拳儿听闻不是特别相信 刚才大赛上 那么多高手都没认出我来 蓝念是怎么认出来的 我把蓝念给我种下鸳鸯节的事情 也给他们说了一遍 表示他应该能感应到我的气息吧 拳儿听闻一脸悲痛地走过来 开着我见我 掌门疏足 弟子对你的遭遇表示十分惋惜 甚至痛心疾首 我一脸猛逼地看着他 咋了 小七也生无可恋地拍着脑门说道 你怎么能让他给你种下鸳鸯节 掌门疏足 你等着段子绝孙吧 我见他们都一副要死表情 心里慌得一匹 脚趾都抠破了鞋子 但是表情依旧淡定地问道 鸳鸯节到底是什么咒 小七和拳儿煞有架势地 给我解释了起来 最后总结了一句话 要是蓝念不解除鸳鸯节 我这辈子就不能有 除了他以外的其他女人 我听闻心里更慌了 为了掩饰我内心的不安 赶紧表示这都是小case了 拳儿一脸鄙视 你现在还年轻 什么都不懂 等你再大些 后悔死你 我见拳儿说得有板有眼的 感觉他莫不是有故事 拳儿尴尬地清了清嗓子 表示没有这回事 就连小宁和思思这两个小丫头 都看出了拳儿的心虚 万万不能深夜约女孩去小树林 不然她就会避东你 如果你敢拒绝 或者心里还想着另一个女孩的时候 她就会坐在你身上 把你安在地上反复摩擦 我悄悄告诉各位 留下笔心 下一个就轮到了 就在刚刚 眼见和女神约定的时间就快到了 我拼了命地往约定的地点赶去 另一边 逆生门的明妃和王泽渊惹怒了我师父 我非常要紧雷劈的个半死 蓝念看着被我师父一招打的生活 不能自理的二人 蹲坐在地上瑟瑟发倒 我师父便让一直藏在树后的柳一白早些回去 今日不想再见客 两个女人转身正准备离去 被我师父叫住 让他们收拾一下残局 蓝念当即表示二人都这样了 就留他们在这里做肥料 没想到这两人的求生欲挺强 赶紧表示自己还有一口气 蓝念怕我师父反悔 也顾不得二人 立即飞也时的逃走 我师父看着他远去的背影 连连摇头 直呼这个丫头不讲礼貌 我潜伏在半路等着蓝念的到来 随手抓起了石头就向他扔去 蓝念被石头砸中 狠狠地摔到地上 就在他为此怒不可遏的时候 我缓缓地从树林里走了出来 他蹲坐在地上 怒斥着我不讲武功 居然暗中偷袭他 他当时是大意了 没注意才中的招 我冷冷地问道 刚才那道雷是不是欲亲真人批的 蓝念随即瞬间变脸 妩媚一笑 看到我这么关心欲亲真人 应该就是无用无疑 石则已经悄悄地施展起了魅术 一股喷多了香水的刺鼻气味扑面而来 我赶紧后退狡辩 我怎么可能是英俊潇洒的无用 只不过是个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的好人而已 蓝念见我对他的魅术无动于衷 心想 怎么可能 从来没有一个男人能免疫他的魅术 感觉我还有点与众不同 我看他能全身而退 应该没对师父做过分的事情 不然绝对会被轰尘渣渣 便不打算继续追究 让尊儿先去天眼洞 看看师父那边的情况 蓝念见他的魅术 对我完全没有 当即就浮去了那补刺鼻的气味 缓缓向我走来 我见他瞬间转变了多种态度 料想其中定然有诈 当即就让他打住 没想到蓝念越走越近 嘴里还难难说道 什么找到命令之人什么的 我赶紧让他不要过来 虽然我不打女人 但也不能过分 没想到他竟然飞扑到我的怀里 双手搭在我的胸前 诺 最后就成你们看到的这样 我的可还是出问 不过我为人正派 一身正气 硬力深厚的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是不能忘了脸一把 赶紧将蓝念推开 蓝念轻敲的顶着片嘴 飞机又扑了过来 还要我做他的男人 要给我生猴子什么的 看我一脸手足无措的样子 就知道我的为人 是多么的正派 然后他表示 在我心里中了个什么鸳鸯节 除非他亲自解除 否则我这辈子 休想跟其他女子有染 突然 一阵强烈的眩晕赶袭来 我瘫倒在地上 蓝念顺势伸出他的大长腿 跨过我的身体 骑坐在我的身上 然后强行扯掉了我的斗篷 就在刚刚 我给宗门的各位解释清楚了 吴四丰的伤不是蓝念所为 刘一白看到的吴四丰 是我假扮的 随即小七便说起 吴四丰受伤的事 要是被刘一白传出去 蓝念肯定会成为重视之地 虽说蓝念是邪教妖女 但是也不能让他蒙受冤屈 况且 他一旦成为替罪养 真正的凶手就逍遥返外了 吴小宁也觉得 四丰受伤的事被刘一白知晓 第二轮的比试 我在替他出战 定然会引起误会 我想着这件事确实很棘手 得找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才行 于是便让他们照顾好四丰 我晚上去天眼洞 找师父他老人家 问问有没有什么妙计 小七想到今天的比试 便对我今天威武霸气的出场 大家赞赏 真是生龙活虎 五虎那个生风啊 全儿更是觉得 以前小看了我 还让我装高手 是他唐突了 离开一时停 我捏手捏脚的 回到自己的居住 还是第一次 回自己的房间 确认安全后 我走进了房间 当即就把门给合上 嘴里小声喊着 蓝念 快醒醒 也不知道蓝念睡觉 是个什么习惯 就这样睡在我的床上 表示自己还没睡醒 让我别闹了 等他睡到太阳下山 也好必然 我看他这样睡着 容易着凉 于是便好心的 给他盖上被子 并表示我今晚要去天眼洞着睡 到时候 就让他趁机离开 哪知道蓝念趁机 一把抓住我的手 用力一转 把我拉倒在床上 顺势躺进了我的怀里 还要我陪他睡觉 我惊慌失措 看着眼前的这一幕 也不知该不该推开他 顿时手足无措 突然 我发现全身不能动弹 就跟那天在小树林里的感觉一样 蓝念还是那副娇媚 温柔的演艺 你的身体好烫 我无法动弹 昨夜海棠出座雨 树朵轻盈骄育 家人小起初篮房 人来对几天 说 问狼花好如烟好 狼道不 家人文语发娇称 天花如碎之狼前 请狼今夜大花梅 迎完诗继续进入正题 蓝念不知不觉 吸起了我体内的煞气 等他缓过神来 才发现自己下意识 做了不该做的事 于是赶紧咬着我的肩膀 让我醒来 见我一动不动 而且连气都不出了 他心想我不会是卡了 于是赶紧从我身上爬了下来 愧疚地说着 喂 我到底做了什么 我见他终于从我身上下来 身体好像也很动弹 长长地输了一笔气 蓝念见我一笔事都没有 吃惊得更大了一笔 要是他再在我胸口压一位 我恐怕就真的窒息而亡 赶紧坐了起来 蓝念见我 果然没什么事 立马就哭了过来 抱着我瞒认道 你没死就不能出口气了 我赶紧推开他 表示他在我身上做一会 还不至于做死我 蓝念还不放心 于是追问道 你就没有一样的感觉吗 我赶紧云淡风轻地表示 除了床上多了一个人 并没有其他感觉 蓝念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问道 你是天煞之体吧 我很纳闷 他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于是便表示也许是吧 问这个干什么 蓝念嘀嘀咕咕 自言自语地说着 怎么会呢 这不可能啊 我见他看到我眉嘎 好像很失望 没好气地问他 嘀嘀咕咕干什么呢 我眉嘎你不开心啊 但是转念一想 他一直都是个奇怪的人 何必跟他一般见识 这一番操作过后 太阳也慢慢地下山了 我让他把衣服给穿上 表示正门那边人多眼杂 找我的人也多 万一碰到了就说不清吗 咱们从窗户出去 蓝念还是那副 一切都无所谓的表情 解释不清就不解释呗 这有什么 说着便从屋内跳了出来 就这样 我们二人飞檐走壁 离开了运仙宗 就在刚刚 虽然蓝念对我做了 非常过分的事情 但我还是既往不救 带他从运仙宗 来到宗门外 我赶紧让他 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这几天没事 别出来瞎转悠 没想到他还傻傻地问我 为什么 虽然我知道四风的伤 不是蓝念所为 但也想炸他一下 看他知不知道 四风受伤的事 于是告诉他 就是因为他白天缠着我 正巧被柳一白看到了 人家当你是行凶歹徒呢 蓝念听闻一脸猛圈 啥行凶歹徒 我见他啥都不知道 便让他赶紧走 现在不想见到他 刚才的事 就当我自己吃亏了 没想到他非但不走 还缠着我 长着要去见我师父 我去 这件事要是被我师父知道了 我们俩都得被劈成交叹 于是赶紧甩开他的手 表示我跟他毫无瓜葛 带他去见我师父干什么 说爸便转身准备离去 蓝念追上我 所以我把他这 未过门的媳妇 给我师父引荐一下 还说什么媳妇提前去见公公 也未成不可 我赶紧打断他的话说道 那天晚上 你们打扰了我师父休息 一定被我师父 记在了掌心雷伺候的文端中 我见他还准备说什么 有些恼怒地告诉他 总之别跟着我 至少今天别跟着我 蓝念见我有些生气了 一改刚才嬉闹的态度 说道 好好好 不跟就不跟 一脸嫌弃干什么吗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我看他不知道其中的厉害关系 便把吴四丰受伤 柳一白看到我假扮的吴四丰 如走他的事告诉了他 蓝念似懂非懂地点着头 问问 所以呢 所以柳一白就认定 你是打伤吴四丰的凶手 现在宗门里所有的人都知道 是你打伤了吴四丰 蓝念还是那副无所谓的态度 五妹一笑说道 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 只要我相信他就行 我见他还有心情开玩笑 便告诉他 一个打伤名门正派弟子的邪叫妖女 很快就会成为众矢之地 蓝念则不以为人 我本来就是妖女 杀过的人都数不过来 再多一条人命又有什么关系 反正死后都是下地狱 多一条少一条 无所谓的了 我见说不动他 大伤脑筋 蓝念则要我答应他 后天陪他玩一天 今天就不烦我了 见识已至此 只能赶紧答应了下来 告别了蓝念 我迅速往师父的态度 我前脚刚走 一个人影就倒在蓝念面前 质问着他 为什么要擅自退出天前大会 掌门非常生气 蓝念的脸色瞬间变得厌恶起 曾陶 他们派你来监视我 刚才的种种 曾陶全都看了人 便问蓝念 是不是喜欢上我了 蓝念见他故意不回答自己的问题 还明知故问 便毫不含吐地说道 当然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曾陶冷冷地吐出几个字 别忘了咱们此行的目楼 飞机二人一言不发 各自离去 视线转到我这边 我已经到达了师父所在的天眼洞 老眼就看到砖儿蹲坐在洞口 怪不得一直没见到他 原来跑回师父这里来了 我还以为被谁抱走了 师父见我这么匆忙 连他爱吃的东西都没给他带 心里已经猜得八九不离十了 我一坐下就跟师父讲起 我这震天雷的事 师父听闻则表示 他是四十岁才学会震天雷呢 这不是很好吗 我赶紧补充道 那不是我有意放出来的 只是动了下战斗的念头 一到惊雷就从天而降 师父还是淡定地喝着茶 我一度怀疑 他是不是跟蓝念学坏了 听到啥都一副无所谓的感觉 随即表示这很正常 习惯个三五八年就能自如运用啊 啥 听闻要这么长的时间 犹如晴天霹雳 就在刚刚 我本来是好意给蓝念盖被子 却被他拉着在我房间里摇完 摇完过后 我就向师父所在的天眼洞赶去 师父表示 我现在的情况 习惯个三五八年就好了 我听闻又如晴天霹雳 便问师父不是开玩笑的吧 万一不小心把别人劈嘎了怎么办 师父却认为 我三五八年都等不及 乃是心服气躁所致 我赶紧让他教我几招 威力较弱的招式防身 以现在的情况 只不定自己都被不知从何而来的雷劈打了 他却问我 师父是用来做什么的 这句话闻得我一头雾水 没好气地回答道 做什么的 坑涂地的呗 听我这么一说 师父便想让我再尽一次一原流 表示只要活下来 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以我这么多年跟师父的接触 觉得这糟老头子肯定没按好心 于是便问他存活率有多少 师父一脸坏笑地告诉我只有百分之一 我一听瞬间击步打一出来 这哪是要给我解决问题 分明是想借机清理门户 师父见我如此暴躁 便让我三五八年和一时半刻自己选择 我想着如果要等三五八年 还指不定会出什么乱子 进入一元流虽然快捷 但是容易变成交叹 现在的情况似乎并没有紧迫到要去冒险地 于是便告诉师父 我考虑好了 师父见我如此通透 对我赞不绝口 不愧是我的好徒弟 思想觉悟就是高 我听师父难得表扬我一次 笑嘻嘻地表示 那就顺其自然 就等个三五八年吧 话音刚落 师父的脸就沉了下来 一言不发 随即突然报警 就像我天灵盖劈来 嘴里还喊着 无耻小儿 老夫送你一程 以师父的真理 就算我全神贯注 也不一定能躲开 这特喵的 还是搞得突然袭击 我顿时感觉脑袋一沉 眼前一黑 待我醒来时 已经躺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脑袋里的眩晕感还没散去 只能呆呆地躺在地上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终于可以动它了 这才想起刚才被师父一掌给劈晕了 于是便七级败坏地骂了起来 欲亲子李大言 等我出来飞拔掉你的胡子 就在这时 一如红中般的声音响起 想拔为师的胡子 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随即 师父踏破虚空而来 欧伯 踏着我的脸而来 师父落地后沉默了许久 然后深深地叹了同情 陈生说道 为师今日 就来好好调教一下乖童 话音刚落 我听一阵皮皮啪啪的电风声 师父拿出了绝世武器之一 经没边 一眼影响得更重 我看着师父的表情 顺时觉得脊背发扬 来自手脚并用 拼命向后退去 嘴里还喊着 师父 你这是要做什么 不要过来 师父并未理会我的话 而是提醒 为师教过你什么 首要的便是几笔心 再这么做下去 就真的要没命 师父也不等我趴起来 举着惊雷鞭就向我抽来 嘴里还喊着 受死吧 乖徒弟 是我试着 惊雷鞭 或不 惊雷鞭 对时 我的眼前电光密布 卧槽 师父来真的 就在这电光石火间 我集中生智向一旁滚去 一声 天地位置一震 回头看去 地面被劈出了一个 直径二十米的锯坑 材流的闪电 还在里面劈啪作响 我惊恐地看着这个锯坑 要是刚才被这一边抽到 不只是皮开肉站那么简单 估计连肉都烤香了 于是气急败坏地跟师父吼道 死老头 你真想清理门户 我师父则表示 他刚才已经提醒过我了 百分之一的存活率 危机又逃出了另外一把 军事武器轰雷剑 现在知道为啥 这么多人想找我师父了吧 为了一声 看见船主 我师父一跃而起 向我攻来 我自知抵抗也是徒劳 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 当即就一百八十度 转身拼命地逃去 就在刚刚 我来到天眼洞 找师父咨询我的技能情况 哪知道这糟老头子不讲武德 竟然挽起了偷袭 我被他这一掌直接拍晕 来到了一人流 就在我被师父无情鞭策的时候 一群无常宗的弟子 来到了天眼洞口 无常宗重弟子 前来拜见玉清真人 话音一落 洞内没有任何回应 四周一片寂静 见数次自爆家门 都没有得到回应 他们一度怀疑 我师父这个时候 是不是去一些烟花质地溜弯了 还是这个小胖子 有点头脑 表示有八级精索正在 我师父也只能在这三圣山下转眼 而且我师父那么大年纪了 去烟花质地不太现实 随即这几人便打算 把山头翻过来找找 还是这个小师弟 头脑灵光 一语道破天机 既然来了 何不惊动一探究竟 与此同时 在一语言中 我已经被师父追得上气不接下气 实在跑不动了 蹲坐在地上准备摆烂 于是我便对师父说了 糟老头子 你还有什么招数 就尽管使出来吧 师父收起轰雷剑 一律与雷电之律 向雷皮会出 跟我说道 该使得都是 就只剩准心雷 这也是为师教你的 第一个雷台 前后呼应 形成一个闭环 我从小就是被师父的掌心雷 披着长大的 深知这玩意的威力 不由了咽了口头水 不过既然摆烂 此意要死得一思念 于是便让师父放马过来 刚才的招式 我都看在眼里 掌心雷算什么 师父冷笑一声 都看清楚了 一会儿休怪我无情 说完 让师父的眼睛会变 雷里还说着 那你可要把这一招 也彻底学会了 这样的力量 看得我心惊胆战 也不敢再继续摆烂 另一边 吴长宗的众人 已经进入天眼洞 见我和师父 背靠背坐着 头上还拢罩着 无惨霞光 众人不知道 发生了什么事 一个一个都瞪大了眼睛 他们大师兄 赶紧让众人停下 心里想着 真人这适合谁 心掌门无用吗 两人背靠着背 坐着 于是回头看向 身后众人 期待有人 能给他解释一下 没想到众人 几乎知我们在干嘛 只有乖乖行李作医 再次自报家门 见我跟师父 还是没有任何人 他师兄不光向我们 无常宗众弟子 外见欲亲真人 见我们依旧 没有任何回忆 这个小胖子 料想我跟师父 莫不是入定 说着 比了个滑脖子的手势 眼中一抹 还帮闪过 一个邪恶的念头 把他心里来 一脸奸笑地 跟他师兄说 无理 这师兄 也不想错过 这百年一遇的机会 辩表此事 所真实的 他们无常宗的地位 便能扶摇至上 随即做了个 进攻的手势 无常宗众众弟子 怕我们是假装入门 实则是请君入门 都只是将我们 团团围住 不敢暴然动手 我还在一圆流 享受着这师父雷霆的喜 最后一招 威力巨大的掌心雷 也学到精髓 这小胖子 见都到这份上了 我跟师父还这么淡定 便跟他师兄 询问了起来 这师兄 也不敢确定我们的情况 心虚地喊着真人 又确认了一次 见我们二人 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自信地打了个响指 随即无常宗众人 瞬间报起 举起手里的长剑 向我和师父袭来 眼见无柄长剑 就要命中我们 也听几声清脆的 心虎撞击声 所有长剑 皆砍在了防护罩上 众人见状未知一阵 想不到我们入定时 还有防护措施 坐在这时 一双鹦鹉的眼睛 猛一睁开 我见这所谓的 名门正派 竟然干出此等行精 当即就怒斥众人 无常宗萧小大胆 没想到他们大师兄 还不死心 见我年纪轻轻 又势单力薄 便召集其他四人 想合力将我拿下 还扬言要倾尽全力 破坏我师父不下的结界 我见他们 还不知回忆 手里已经泛起 缕缕电光 警告着他们 休怪我控制不住自己 没想到此言一出 这五人砍得更几近 既然不把我放在眼里 那就让你们 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正好试试 刚在师父那里 学到的招式 于是 那里学到的惊雷鞭 只听哄那一声 惊雷鞭所到之处 既是惨叫连连 人仰马翻 我走到他们大师兄面前 表示我尽量不用惊雷 鞭打死他们几个 肖小之徒 没想到他们大师兄 还大言不惨 说我口气大 还说 他们刚才是大一蓝 才让我得逞 死到临头 多说点垃圾话 既然如此 那就 就在刚刚 一群无常宗的肖小之徒 趁着我师父 在一元流教我功法的时候 竟然想暗中偷袭 好在我及时醒来 没想到这几人以为 我和师父是单力薄 居然还大言不惭 想何力将给我拿下 话一刚落 这五人便突然报警 举着长剑就向我袭来 我淡定地闭着眼 深深地叹了口气 既然你们执迷不悟 就别怪我心狠手辣 一心可恶的肖小 竟敢打扰我师父清修 我拿着金雷鞭 抱贺一声 调动出全身魂力 向他们抽去 金雷鞭在人情中穿梭着 走到之处 玩石崩 对于这样的肖小 我并不想一鞭子 抽死他们 那样太没趣了 而是先让他们被我的实力吓破弹 再让他们为今天的狂妄自大后悔 最后让他们在恐惧中慢慢折磨 他们大师兄见识到这一边的威力 立马呵止众人改变战斗策略 随即我人纵身后退 似乎是准备使用什么阵法 对我形成了包围之时 他们大师兄一脸奸邪的瞪着 看着神情 指不定又想到了什么下三滥的招数 只见他牙关紧两 似乎是使出了全身力气 将长剑深深地插入了一面 随即其余四人也使出了相同的招式 一股股紫黑色的气体向我及时而来 原来是吴长宗的独门绝学 充胧阳 想用这个来摧毁我的精神力 我冷笑着 一脸不屑地看着他们 真是毫无创意 我还有很多新招 我现在在让你们见识见识 我这轰雷剑的威力 在说话的同时 我就已经挥出一剑 随着一声刺耳的剑鸣声 灵力的剑气 加在了师弟和等会的弹心 向那几缕黑急呼啸而去 就连坚硬的岩壁都被我这一剑 划出了一条又长又深的口子 没想到这黑气似乎没有实体 我这识破天惊的一剑 砍了得寂寞 丝毫没有阻止黑气的攻势 他大师兄见证 高兴地向我侯爷 性家热祸地说道 我师兄第五人 节阵发动的冲鸣羊 岂是你能斩断的 除非你是魂煞之体 否则明年的今天 就是你的忌人 见我全身 已经被他们的冲鸣羊缠绕住 更是激动不语 大声喊道 胜苦已分 我见他兴高采烈的样子 要不是得握住剑 估计就得手舞足挡 而我被这黑气缠身 并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 就好像他在自愈自乐里 便问道 你们这到底是在做什么 哪知我此言一说 这大师兄顿时神色大变 一脸惊骇地看着我 说道 你 你 你为何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一脸懵圈地看着他 要什么反应 你说出来我配合你一下吧 这大师兄见到我 就像见到我一样 被吓得连连后退 神色里越来越惊恐 难道你是魂煞之体 不 不可能 区区十几岁 怎么会 难道你是天生魂煞 我见他打个架也磨磨叽叽的 无奈烦地对他说道 道道什么 什么天煞地煞魂煞 你是打架还是说Rub 就在这时 我师父的声音响起 好你的臭小子 对你师父也敢痛下杀手 我这才想起 刚才用惊雷边胡乱抽了一通 似乎有几边抽到了师父身上 赶紧笑嘻嘻地向师父解释道 是你教我要以牙还牙 以眼还眼的 徒儿学得可好 还好师父没跟我一般见识 让我专心对敌 自己则到一边休息去了 就在刚刚 我在对战无常宗五人的时候 用惊雷边一顿乱抽 一个不注意 给师父他老人家身上抽到了几下 没想到师父却因此醒了过来 还好 没有怪罪于我 而是让我专心对敌 无常宗的大师兄见我和师父二人 皆不受他们的冲阴阳影响大受震惊 想不到我无常宗的冲阴阳 在他们二人面前竟是个笑话 这个小胖子看到大师兄一脸惊恐 赶紧提醒他切勿分神 天生浑煞闻所未闻 别被我骗了 我见目的达到了一半的笑话 转过头一脸坏笑地看着他们 我以为运先宗的实力已经够弱了 没想到无常宗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朝廷将宗门分了的三六九等 还真是分到位了 随机手里营具体 师父刚刚教给我的那招威力巨大的掌心雷 就在掌心雷的电光包围我同时 身上冲阴阳的黑气也因此迅速消散开去 我拿着轰雷剑一步一步地逼近他 对面五人建宗门最强大的功法 对我毫无用处 这才意识到大事不灭 一脸惊同地看着我 企图让我摇过头 你不要过来 摇过头 刚才狂妄的镜头呢 嗨 剑字还未出口 师父赶紧让我手踩不起 留点活口 一会还要问话 你既然师父发发了 我也不敢不走 既然如此 我就好好跟你们玩玩 随即我右手欲剑 左手凝聚起掌心雷 一个就冲到刚才最狂妄的大师兄面前 速度之快 他完全没有反应 一个残影过后 出现在他眼前的 就是我这张坏笑着的脸 随即 好种身心 朝另外四人攻去 这四人完全看不清我的身形 只听到一阵风声和一丝剑鸣 在他们耳边掠过 眼前泛起一片明亮的剑光闪过 这四人惨叫的机会都没有 纷纷重重地栽倒在地上 我一由未尽地收起轰雷剑 跟师父比了个胜利的手势 表示都按照他的吩咐 电晕过去了 一会您老想怎么问就怎么问 没想到这糟老头子 刚才一直在刻着瓜子看心 刚才这一打五还拿五杀的一幕 估计让这糟老头子 是大开眼睛 不过师父似乎还不满意 说我一喜心于色 让我多恋恋 林霄宗那边 由一白刚回到宗门 就向众人说起了 吴四风被拦念 买上重伤的事 话说这个肚子是个什么情况 柳如是听闻 非常不识兰念的所谓 表示后天第二轮的笔时 孕仙宗 小时只剩下五小的一人 这掌门一下就联想到 兰念那天气赛 跟着吴四风走出会场的那里 原来是要行凶 柳如是听掌门这样一说 觉得有些欺巧 兰念为什么要打上吴四风呢 难道逆生门和孕仙宗 有什么瓜葛 刘一白见哥哥 不是太相信这件事 赶紧表示自己青年所见 还能有假 柳如是见刘一白 有些生气 赶紧解释不是质疑他的 只是不明白 兰念为什么要打上吴四风 如果是逆生门 想几经递接宗门 对吴四风痛下黑手 也不合逻辑 但是逆生门已经全部齐全 他又何必跟一个 普通宗门的弟子过不去 这一说倒是差点点醒了柳一白 但是先入为主的观念 还是让柳一白觉得 兰念可能是诱惑不成 便心生改意 更不懂的是 欲卿真人 怎么不亲自接任掌门 却让给那样一个家伙 这掌门听闻想起了 过欲卿真人被困在了三圣山 无法下山 自然也无法接任掌门的位置 这掌门继续说道 这跟十九年前的一件事有关 对这件事 我的师父也是三间七口 只能在直言片语中 知晓此事的大概 那件事之后 有八位长老再也不见识人 柳一白听闻沉思了起来 无用似乎就是十九岁 会和那件事有关吗 逆生门向真人讨要的石头 又有什么秘密 这掌门打断柳一白的沉思 让他们提防着逆生门 表示他们出现在这大会上 就够匪夷所思的 虽然已经淘汰 但也不能保证 他们不会做出什么 离经叛道之事 就在刚刚 柳一白刚回到宗门 便向他们说起 自己亲眼见到蓝念 打伤吴四峰的事 与此同时 运先踪的吴四峰房间里 三个照顾吴四峰 起居饮食的弟子 正在呼呼大睡 但是吴四峰 却发出了难受的呜呜声 随即 吴四峰缓缓地睁开了眼睛 虚弱地说道 水 我要喝水 这弟子 无声醒了过来 揉着睡眼心松的眼睛 压根没想到 吴四峰现在醒了过来 回头答道 哦 我这就去给你倒水 这弟子想了一下 事情似乎有哪里应对 突然一下清醒了过来 瞪大了双眼 四峰师兄醒了 快去叫师父师伯过来 没多一会 小七 全儿 吴小宁都来到了 吴四峰的跟前 小七让四峰 有什么不是就告诉他们 千万别应称 全儿见四峰 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大碍 便问他是谁把他伤成这样 小宁见四峰挣扎主 想靠一下 赶紧扶着他靠在床头 四峰说道 是吴长宗和陆仙门众人 小七和全儿听闻一证 心想这两个门派的人 为何要同时对四峰出手 咱们无怨无仇 还把他打成了这样 到底四峰发现了 他们什么不可告人的命 四峰回想着那天发生的事情 情绪也渐渐有些激动 剧烈地咳了起来 四峰回想着那天 因第二天的鄙视 让自己心烦意乱 于是便显着出境走走散散心 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 当他溜达着来到牛栏街时 已经是晚上 本来就身心俱疲的他 感觉有些疲累了 于是随便找来的地方歇歇脚 他在休息的时候 还念念不忘明日的比赛 若是输了实在对不起师父的养育 和栽培之恩 就在这时 这一阵处一阵杂乱的声音响起 听上去应该有八个人的样子 四峰想着这么晚了 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出行 于是便躲在树后 暗中观察了起来 只见这一行人聚穿着夜行衣 偷偷摸摸地朝一个方向 及时而去 于是四峰便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想听听他们到底要谋划 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只听其中一个黑衣人问着 上千怎么还没来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了 吴四峰听到上千的名字 便联想到吴长宗 难道是吴长宗勾结的这些人 这是要做什么 只见那人继续开口说道 你们吴长宗的人 做事还能再不靠谱一些了 另一个黑衣人 应该就是吴长宗的人 听他这样一说有些不熟 让他把嘴巴放干净一点 这时 第三个黑衣人开口说道 上爷和陆爷都是亲兄弟 咱们两家算起来也就是一家 何必成口河之争 伤了和气 第二个黑人听闻抢说道 要不是为了布阵 鬼才想和你们陆仙门合作 最开始嘲讽吴长宗的 那个黑衣人听闻十分不熟 把脑袋甩到一边 表示此番是吴长宗执迷不语 他们陆仙门才无奈嫌疑 让大家早点干完活 以后尽量不要往外 另一个赶紧走过来 拍着他的肩膀打圆场 表示当年的八级金属阵不阵之一 就是陆爷 若是被吴庸那小子知道 额外生了肢结 放玉清真人出关 他们都得完蛋 吴四峰听闻一脸震惊 立马就觉得 他们说的事没那么简单 或许是在筹谋 对付我和师父的事情 想着人也慢慢地向后退去 准备先回宗门禀报 哪知道后脚跟处 竟然有颗小狮子 吴四峰一个不注意 踢到石子上发出了声响 那几个退一人听到声响 知道自己正在被人暗中观察 纷纷向吴四峰的方向看去 然后身一跃 向四峰所在的方向急迟而来 吴四峰见自己被那几人发现 自知实力不敌 飞快地往宗门跑去 想着必须把这件事告诉掌门 就在刚刚 吴四峰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跟大家讲述 其他遭遇袭击的过程 因为看到陆仙门 和吴长宗的众人 欲对本掌门不利 便悄悄地跟了上去偷听了起来 在准备撤退的时候 不小心踢到了身后的一颗石子 被众人追击 吴四峰一边往师门的方向跑着 一边回头看向追击的众人 想着两个宗门要联手对付掌门书组 这件事必须 还没等吴四峰混过神来 神已轻轻地落在了他的面前 冷冷地问道 你都听到了 吴四峰回过头来才发现 眼前近视的独眼男人 这人竟然在他没有任何察觉的情况下 出现在他前面 歧视力定然在自己之上 有点胆怯地问道 你 你们想做什么 我想做什么 这还用问吗 你听到了这么重要的秘密 难道还能留你活口吗 这男人轻蔑地看着吴四峰说道 吴四峰见状赶紧表示 入仙门和吴长宗勾结起来对付于仙宗 就不怕朝廷追责吗 这独眼男人听吴四峰这样一说 露出了阴邪的感情 杀了你不就没人知道真相吗 这独眼男人突然抱起一个闪声 就到了吴四峰跟前 伸出手掌就向他拍去 吴四峰才没反应过来 胸膛就重重地挨了眼 他没力当即喷出一口番茄酱 人也可知被击退束 吴四峰一脸惊恶 心里想着 这家伙 竟然可以凑合空间 陆仙门和吴长宗 已经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了吗 我绝不会让你们的奸计得逞 吴四峰当即一声暴和 一股强大的力量 以他为中心 向四周扩散开来 地面都位置崩裂 那个独眼男人 也被这股力量 真的睁不开眼 这便是吴四峰的无敌气场 不过持续时间只有五秒 这就是传说中的 五秒真男人 吴四峰不敢迟疑 当即便向独眼男人攻去 没想到这独眼男人 面对吴四峰的攻势 还是悠闲地背着手 不躲不闪 轻蔑地看着他说的 做得不错 可是你这招对我不笑 但吴四峰的攻势 快要接近这独眼男时 这独眼男的身形 开始变得模糊 竟突然消失在 吴四峰的眼前 吴四峰一群落空 瞪大的双眼 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一幕 就在吴四峰愣神之际 独眼男奸邪的笑声 从他身后传来 顿感不妙 独眼男没有再逃脱了 当即这一场重重 拍在吴四峰背上 吴四峰背着一场 又拍出一口番茄匠 栽倒在地上 这独眼男没有四号灵 还是那副轻蔑的神情 对吴四峰说的 孕仙宗这种莫为东门 留着你的意义 我为人心地善良 不忍见你狗言残喘 现在就干脆一些 送你下去 吴四峰向着 宗门的方向 缓慢地爬着 心里还想着 不能在这里死 师父 掌门说足 他们 不 就抱着身上起 吴四峰彻底失去了意识 独眼男见吴四峰 昏死过去 邪恶地笑了起来 说了句 留你条命还有用处 便扬长而去 小七听着 四峰讲述的一切 没想到 陆仙门和吴长宗 竟然还有这层关系 更没想到 他们会对四峰痛下杀手 突然又想到了什么 问到四峰 你说你是在街上昏迷过去的 那又是何人 将你挪到了房间 四峰听闻愣了一回 笨 你们是在房间里发现我的 吴小宁赶紧接过话说道 是的 我们发现你的时候 你身受重伤 地上一片番茄酱 就趴在离房间不远的地方 小七和全儿始终想不通 吴四峰晕倒后 是怎么到的宗门 一时呆愣在原地 小七甚至还沉思了起来 不知不觉躲起了方部 这一来一回的 看得本就心烦意乱的全儿 更加烦躁 便问道 师兄 你走来走去的作甚 小七回过头来 我感觉这件事有点奇怪 就在刚刚 我在天 中间的五个消息师徒 与此同时 吴四峰也跟大家讲述了 他整个被打伤的过程 我从天眼洞回来时 已经是子时了 还没来得及坐下歇息一会儿 便被全儿这个不孝徒孙 拉着往无四峰的住处赶去 边走还一边关心我 这技能问题解决没有 我告诉他解释解决了 不过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还是先看看四峰再说 静止来到四峰的房间 我看到他还坐在床上 关切地问道 四峰 你现在好些了吗 四峰见我回来一脸欣喜 赶紧表示好多了 只有小七还瞪着他那双 怎么都瞪不大的眼睛 回过头来告诉我 掌门疏足 四峰这伤受得有些蹊跷 四峰听闻赶紧把话接过去说道 我受的这两掌 正好避开了要害 这人似乎只是想打伤我 却故意不打死我 就像 就像故意放我回来 通风报信一样 我听他说的云里雾里 不知道他这是准备表达个啥意思 于是便问他此话分享 四峰紧接着 把他预习的事跟我讲述两遍 我听闻想起刚才在天眼洞发生的事 于是便把吴长宗刚才袭击天眼洞的事告诉了他们 想起听闻便想听听我的想法 我想着这几件事的确都一点忠诚 但能确定吴长宗 或者说吴长宗和陆仙门 的确想对我与仙宗干什么 刚才袭击我和师父的吴长宗弟子 都被关在了天眼 不过不管我怎么问 这五人都绝口不提他们此行的目的 明天还要参加天前大会 我只能把他们交给师父 让他老人家用点手段拷问一下 不过四峰受伤的事被柳一白知晓 第二轮的比试 我肯定不能代替四峰去参加了 全而听闻情绪有些激动 也带着些许无奈 问道 那明日的几场比赛 咱们还去参加吗 我见他居然问出这么弱智的问题 本掌门何时送货 便表示当然要去 这次的天前大会这么精彩 我与仙宗怎么能缺席 第二天一早 我们便来到了天前大会的赛场 这里依旧是人山人寒 不过多数是看热闹 比赛的人却寥寥无几 我想搞清楚 上千那天晚上到底想对我做什么 于是便向吴长宗的帐篷看去 只见吴长宗的帐篷外 就一弟子守在门口 前日参赛的弟子均不在帐篷 就连上千和上针也都不待 只是换了另外几个低阶弟子 似乎只是来观站的 这守门的弟子 还一个近的往往的方向看 似乎他知道些什么内心 小七看着手里可怕三十多级的玉米 沉思了一会儿 指着他那争与不争都一样大脸 我今天眼皮一直在跳 总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却而看到吴长宗的主力弟子都不在场 心里本就七上八下人 听小七这样一说 赶紧主动要求回宗门手上 免得他们趁机攻打我们于先宗 我赶紧拍了拍他的肩膀 让他别担心 我在宗门前过了阵 只要有宗门之外的人进入 我便能感应到 咱们既来之则安之 现在就静观其变 看看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而且现在吴长宗只剩上尊 还没有参加比试 正说着 我突然感觉到脚下一阵骚动 我一度以为是一条蛇 跑到我脚上来了 正想用惊雷鞭一鞭子抽死他 低头一看 原来是尊儿跑到天前大会上来了 这小子来这里干什么 小七和全儿很久没见到尊儿了 还以为尊儿嫌弃他们离家出走了 现在看到尊儿出现激动不已 便主动斗起了尊儿 这全儿怒着猫 似乎突然想到了什么 扭过头问我 那天来找我的那个小孩去哪里了 小七听闻觉得似乎有什么挂痴 八卦心瞬间泛滥起来 向我问道 小孩 怎么回事 这全儿真是哪壶不开 踢哪壶 我喜当爹的事 还要被全宗们知道吗 顿时被吓得不知所措 赶紧一把抱起尊儿 表示先把他安顿好 免得他又跑丢了 一溜烟地离开了会场 全儿望着我远去的背影 跟小七说道 我一提起 那小孩掌门书祖就紧张 果然就是他的私生子 小七听闻我有私生子 大吃一惊 啊 杀 私生子 掌门书祖现在才几岁 妈呀 就在刚刚 尊儿居然跑到了天前大会的赛场 全儿是哪壶不开踢哪壶 张嘴就问我 那天任我做爹的小孩 小七听闻也吃起了我的瓜 我赶紧抱着尊儿 飞也是地逃去 我见尊儿不待在山上 陪师傅反倒跑到天前大会上来 便准备问一下 哪知道我 尊儿就杀起了 不然就要报仇 还自称本王 一向乖巧听话 与世无争的尊儿竟然要报仇 我一度以为是我听错了 以后知道是谁 尊儿不得最成就 尊儿一想起这事来 就杀起毕露 表示他昨晚在动 这一群急迟而来 畜生给踹飞了 手里的树枝都被掰断成两截 我想着尊儿是说的 吴长宗的纳武 不是等我关在天眼洞了吗 正好让尊儿拷问不拷问他们 让尊儿出出气 我们也省事 原来是师傅不让尊儿 尊儿便许次下山来找他们 一根猫 还表示要变成大理鸡肉猫 玩虐他们 我听尊儿一直说着 本王本王的教程 不知道是被谁带坏 正准备教训他一下 让他长点记性 哪知道尊儿竟然矢口否认 表示听不懂我在说什么 还是说我自己听错了 我勒个去 现在的尊儿也有这么深的套路了吗 尊儿说着就准备离去 还让我别拦着他 他一定要出这口恶气 我压根没打算拦着他 倒还想看看这只小猫咪如何复仇 说不准还能再做一部猫咪复仇记出来 我怕尊儿打乱了我的计划 一把将他拎了起来 让他别给我跟了 这两天的情况有些复杂 我得弄清楚这些家伙 想对我孕仙宗做什么 尊儿在我手里气得手舞足挡 一个劲的让我放他下去 直到他捂得筋疲力尽 并且保证今天不会捣乱 我才安心地把他放到了地上 随即我灵机一动 便让尊儿去帮我办点事 哪知道尊儿还记起筹来了 表示我刚才那般对他 还敢驱使他坐着坐那 这脸皮比孕仙宗的城墙还厚 我见尊儿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赶紧使出了杀手捡 一年份的小鱼竿 尊儿听闻眯着眼睛看着我 似乎不太相信我 不过没有哪个猫咪能抗拒小鱼竿的用 特别是像尊儿这种 还是幼年的小猫咪 于是尊儿便装着无奈地答应了下来 我便让尊儿去吴昌宗的帐篷外 监视他们 哪知尊儿一听又不情愿了 表示只能看不能动手 他怕忍不住 最后在我不苦哀求 威逼利用 软魔鹰套下尊儿最终还是答应了下来 临走前还让我别忘了 他那一年份的小鱼竿 我回到孕仙宗的帐篷 小七和全儿正在商量着什么 我刚走上去 全儿就表示尊儿到了绝育的年龄 要早点处理才好 免得到处乱酿 我去 全儿啊 你可长点心吧 你这给尊儿绝育了 我们郁仙宗 还不得对他想天翻地覆啊 正在我不知道怎么解释的时候 比赛开始了 第一组 无常宗上尊对阵琉璃宗双柳儿 第二组 陆仙宗陆子豪对阵千真门江宁儿 第三组 千秋门江秋然对阵琉璃宗陆玲 上尊和双柳儿双双走上擂台 摆起架势直接开杆 双柳儿当即就取下头上的发簪 一声怒喝 发簪瞬间分出数十个分身 向上尊急射而去 上尊见状不紧不慢 催动煞气 使出门派绝学 冲阴阳 当即就凝聚起数个尖锐的神经 向双柳儿的攻势攻去 只听一阵丧 惊醒碰撞声 柳双儿的攻势被禁数瓦解 而上尊的冲阴阳势不可挡 大有一击毙命之时 柳双儿自知既不如人 赶紧投降认输 这个妹子使出暴雨梨花针 正和对面的男人打得酣肠淋漓 没想到这男人完全不懂怜香西域 触手便是杀招 进一个回合就让妹子败下阵来 小七扭过头来 对台上的上尊赞不绝口 还提醒我如果面对她 需要小心谨慎 那是没见识过我震天雷的威力吗 就在这时 尊儿又跑了回来 咬着我的一脚一顿猛拽 似乎要再示意我跟她去什么地方 我赶紧表示 兴许是尊儿听不懂人话 我先去把她拴到旁边 没想到尊儿还传音给我 骂我才听不懂人话 我抱着尊儿 一边往外走 一边问她有没有什么收获 尊儿表示没有注意到 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只是她过去不久 吴长宗有几人便匆忙地离开了 然后陆仙门那边紧跟着也走了几个 我听闻有点担忧 这吴长宗和陆仙门到底搞什么鬼 不会真被荃儿说中了 去偷袭我们运仙宗了吧 但是仔细想想 他们前几日的事情败露了 应该没有这么大胆才对啊 可能是受小七眼皮跳的影响 我的心里也气上八下的 一种不好的预感笼罩的心灵 就在这时 台上突然窜出一个工作人员 悄悄地跟单千秋嘀嘀咕咕说着什么 我注意到单千秋的身体一阵 随之瞪大了眼睛 似乎听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个工作人员前脚刚脚 单千秋就赶紧宣布 今日的比赛暂停 我去 我这嘴巴是不是开了光呢 说什么来什么 随即单千秋又跑到路仙门的场地上 跟他们说着什么 两人听闻均露出了和单千秋一样震惊的表情 看着路仙门的人沉默着走下台 我感觉今天应该是出了什么大事 于是便让尊儿先回天眼洞 告诉师父今天所发生的一切 我这边一有消息 就立刻通知他们 尊儿虽然还小 但是很少看到我这样严肃地对他说话 应了一声就赶紧朝天眼洞跑去 我随即找到小齐和全二 让他们赶紧回遇先宗去 这届天前大会估计是办不成了 尚尊带着众人回到太一宫的无常宗会 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 门口依然是斑斑的翻起脚 连排饼上的剑上的翻起脚 尚真见识 侍卫着门前的弟子 气势汹汹地走过来 门前的弟子已经被这惨烈的景象吓得死死翻了 根本没有打量打开了 尚尊抱负一声飞 遇事不绝 能成什么大事 当即就一场剔开的房 没想到房内的财烈景象更是超弹的景象 十一 明虎的番茄酱遍地都是 浓浓的番茄酱味 薰得重心振不开 尚尊见词清醒 更是一如景天匹余才 真吓得瘫倒在地 半天回不过室内 尚真更是被整理的番茄酱味 薰得把这十多年来吃的饭菜 顶不老了 尚千万一 尊 尊嘎了 嘎了 尚尊回过神来 趴在地上搜寻着 赶紧让他们俩也看看还有没有生患者 见尚真合成前 还呆呆地愣 尚尊抱贺一声 快 随即三人迅速在现场搜寻了起来 师兄 师兄 他们都嘎了 全都嘎了 一个都没活下来 尚真哽咽着说道 随即大声痛哭起来 这几个男人被宗门的惨状吓傻了 大师兄赶来推开门一看 房间内已然是适合便宜 血流成河 尚千黑着脸亮亮呛呛站得起来 他们 没有逃掉 到底是谁干的 就在这时 一个弟子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 惊恐地喊着 师兄 尚爷 尚爷 尚尊见他吞吞吐 半天吐不出一个字 咬牙切齿地让他快说 弟子扑通一声归到地上说道 尚爷没了 这三人本就悲愤到极点 现在又听闻尚爷去世的消息 无不为之惊骇 不可置信地问道 尚爷没了 你再开玩笑吧 这弟子表示此消息千真万确 陆仙门的陆爷正在往宗门赶来 尚千阴沉着脸问道 怎么没的 这弟子表示他也不住了 只是掌门让外出的弟子全部回宗门 尚真扶着桌子缓缓地站起来 想着这里的事情还没解决 必须得找出凶手 当即就拒绝了掌门的要求 就在起的时候 如床中的弟子按照往常的时间 给尚爷送药 哪只推开门一看 手里的药碗被吓得掉到地上 人也被吓得瘫倒在地 只见面前的尚爷瞪着眼睛 蹊跷流行 已然一副死不明顾的残状 这弟子赶紧叫来了掌门等 经过一番查验 确定了尚爷绝不是自然死亡 最有嫌疑的欲侵真人 此刻被八级惊死争困住 根本不可能动手 论武功 能和尚爷匹敌之人 屈指可数 到底是谁 如今尚爷死了 吴长宗将来的陆南总 随即便通知外面的弟子 全都回宗门奔丧 让弟子顺道把陆爷爷一起请过来 除了这种事情 总是要告知他的 与此同时 太医公的吴长宗会馆门外 一阵脚步声响起 陆仙门众人赶了过来 看到眼前的景象 均是一脸害脸之色 表示已经不能用采绝人寰来形容了 没想到尚尊这家伙 居然认为是我孕仙宗干的此事 陆玲珑听闻便问他有没有什么线 上尊则表示 那日有人偷听了他们的谈话 今天一进会场 便察觉到孕仙宗的人盯着自己 不是孕仙宗的人干的还能是谁 陆琴琴则不赞同他的看法 认为能在片刻之间 达了这么多人 孕仙宗现在的弟子 根本做不到 也不知我孕仙宗 是哪里得罪了上尊 咬着我就不放 还说我随随便便就能有天来 要杀人简直是一如反掌 陆琴琴则表示 大家今天在大会现场 完全没有动手的机会 这上尊不知是被仇恨冲昏了头脑 还是做贼心虚 表示他们要嘎掉我的消息走 我要报复他们 完全说得过去 还要到我的宗门好的说法 陆琴琴见跟着满汉说不通 气得直拍脑的 表示吴长宗发生这种事 他很遗憾 对凶手也是强烈的谴责 同时也劝上尊冷静一下 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是咱们要杀人在先 但贸然过去挑战 若不是孕仙宗做的 等于明面上就撕破了你 陆琴琴打断了他们的话 表示不论凶手是谁 总不能让吴长宗的弟子 就这么躺在这里 得赶紧处理一下才行 就在这时 上千黄黄说道 我觉得 或许真有可能是遇先宗所谓 上尊听闻赶紧扭过头来 问他何出此 上尊说那天夜雨迟到 完全是因为我 他原本是想按计划 趁其不备 偷其毛发来不振 但是根本没有下手的机会 我的呼吸瓶颈如水 就像深度睡眠之人 能做到如此 一定是当时高手 就算掌门亲自出马 都不一定能 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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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